方議長 我們 中議長 我們 上官長 我們副縣長 我們秘書長 各位我們一起主管 我們明天請請 所以我們議員 大家早就是 我們先選獨丁一齣的會議紀錄 第六次会议记录 时间中华民国 105年6月6日上午9时11分 地点本会议事厅 出席张议长明达等11人 内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 来宾各报社记者等30人 主席张议长明达 秘书长黄尚文 议事主任张燕博 记录卢正道林绿王立贤黄旭 主席宣告开会 一报告事项 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 议事组宣读第五次会议记录 二宣政总咨询 与业务咨询 三主席才是 针对本会议员所建议这案件 请县府积极研议争取 是散会上午11时46分 以上 当然对我们会议议议议议议议 如果我们的客人 今天白天的议议是 我们的总咨询 这样我们是要联合之前还是分开 信众议员是说他要单独啦 待会乡庭 明宏寺啊 你要单独还是你要联合咨询 怎么样 不用再来 怎么样 你的意思怎么样 你要联合咨询了 好 好 不然我们让我们的十一元开始了 这样我们就要50分钟 我们的主持人副议长 还有我们副县长还有我们县府的各级处长 还有我们一位的议员同仁 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最伟大的所有媒体记者 大家早 好 今天呢是本系 轮到我做实际的咨询 那么时间是50分钟 这50分钟 对我来讲是非常 非常短的时间 我们在座的基础长 辛苦一下 我们共同研究 我们知道 我是阿里山乡级的家义县议员 实行中 那么我的辖区 除了我们阿里山之外 还有足路社区 还有就是十八乡镇的都市原住民 都是我的服务的这个辖区的范围 这个范围 所以说我的服务范围是相当的大 相当的大 所以说在卫民服务方面 也是相当的辛苦 还好我们嘉义县政府 在我们县长 还有我们各局处长 给我本系 相当大的协助 让我们对原住民的卫民服务 都能够逐年都有成效 我在这里对我们县长 还有我们对我们局处长 有种的感谢 感谢你们对我们原住民的关心 那么在这里 我利用执行 把我们阿里山乡 虽然阿里山乡是一个文明中外的一个乡镇 风景有美 非常漂亮 是我们嘉义县的唯一的三地乡 唯一的原乡 我的服务范围有相当的大 前面讲过 除了阿里山以外 还有就是我们足路社区 还有我们苏巴乡镇的都市原住民 都是在服务的那个范围里面 我们阿里山乡有十二个村落 有五个是原居民 所谓原居民就是平地人 我们不要讲平地人 我们叫原居民 有七个是原住民 总共十二个村落 我们海拔从三百公尺到海拔三千九百公尺 九十七公尺的玉山主峰 阿里山乡是甲义士的六倍 面积甲义士的六倍 所以地域非常的辽阔 所以我们阿里山乡住在高山地区 它无形中 我们的风景区 很多优美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 也吸引了很多的 我们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游客 现在我们阿里山乡来观光 造成了我们阿里山乡的 这个逐年的这个进步与繁荣 但是不够后援 虽然阿里山乡是 我们中外的一个风景区 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么首先跟各位讲 为什么造成我们阿里山乡 那么好的条件 为什么阿里山乡出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 我们阿里山乡的这个新增区 是一个不完整 是一个破碎的一个新增区 目前我们阿里山乡 管我们阿里山乡的单位 有八个单位 比如说是这个领务局 水保局 水支援局 中支局 南支局 风管处 驿管处 圆明会 公路局 等八个单位 所以说我们阿里山乡 变成是一个八个单位 在我们阿里山乡 行使他们的职权 变成是一个八个联军 在我们阿里山乡 各站其者 来独立行使他们的职权 所以造成我们阿里山乡 虽然我们县长 我们县府 非常努力的来照顾我们山区 但是无形中 我们阿里山乡的新增区被剥夺 不能够统一 造成我们阿里山乡 发生了很多的困难 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我们特别呼吁 我们的县长 在我们中央开会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阿里山乡的新政权 是不是能够统一 我们的新政权 是不是能够 与我们的县政府主导 与我们的县政府主导 才能够让我们百姓的 这个确信 能够落实在我们的人民身上 我想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新政权 阿里山的好像是八个联军 都瓜分在八个不同的单位 他们的职权 构战职权在我们阿里山行事 不能够统一 造成我们人民的痛苦 第一个我们讲 临邦的问题 就是由零物局来主导 我今天特别讲 我们阿里山的零邦问题 居住在零邦地的 五个原居民的村落 生活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痛苦 因为零物局在爱里山巷来讲 他把有人住的地方 以森林法来管理老百姓 我请问我们在座的 我们政府的县政府长官 如果把嘉义市台北市 化到零半地 他们老百姓干算如何 就可想而知 我们对人来讲 应该是要玩到的精神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一般行政 来看待我们的 住在零半地的那个原居民 不能以森林法来看待这个原居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这里 我也呼吁我们政府 是不是我们在零半地的村落 有人住的地方 零物局的 这个管辖权要退出 要退出 真正把我们 把我们击落 百姓的这个行政工作 由先政府来主导 也就是行政权 交由我们地方政府来主导 这样子我们百姓的生活 最基本的生活 最基本的权利 才能够一人而解 我们县长在这里 是不是以后在中央单位 能够反映中央 我们阿里山乡的 住在零半地的百姓 零物局要退出 我们的职权 由叫一般行政单位 也就是先政府来执行 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阿里山乡 变成一个八国联军的瓜分 造成了很多的 比如说 这个土地的资源 不能够充分利用 另外就是我们的 传统领域的 这个传统领域 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还有就是我们交通 也不能够 解决我们交通的瓶颈 还有就是我们产业观光 也不能够有效的拓展 这就是我们阿里山乡 因为新城国八国联军 什么单位在我们阿里山乡 都新是他们的职权 不能够统一造成我们阿里山乡 很大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 呼吁我们县长 在我们中央开会的时候 真正把阿里山的行政权 要交给我们乡政府 我希望那个林务局 要退出有基础的地方 比如说我当 我们县长立委议员 跑到我们平地村 你说外民服务 真的没有办法 要外民服务 马上又回答说 依照审理法 依照审理法来讲 我们什么都喷闭 没有办法为我们广大的原居民 来服务 所以我建议 是不是我们住在林班地的权利 一切由县府为主 林务局的权利要退出 一切居住在部落的原居民 要以一般行政来执行 这是第一点 向我们的县长 以及我们县府官员来提出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丰山的 我们临班地来讲 已经结出临班 也将近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当时到今天为止 我们丰山的结出临班 在报纸前些时候 在登记三位三户 已经完成 这个临班的结编 当时这个丰山村 是一个村落 过去我们丰山 库安那多林 九条五条 都是我们日本时代 具有的部落 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 撤退到台湾 也不是转禁 撤退到台湾 他也没有经过 我们原居民同意 把这个原来的旧部落 就划到临班地 造成今天 基础在 我们阿里山山的原居民 生活非常的痛苦 我在这种建议县长 在中央开业的时候 一定要反应这一点 希望那个基础在临班的 拼地人 希望把这个土地 归完他们 也让他们有一个 还我土地的机会 还我土地的机会 这一点 请我们县长 特别能够在中央 要转到我们的意见 今天我们这一次 我们选举 我们阿里山乡 非常支持我们县长 非常支持我们的小英 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成民 立委 也非常支持我们的 我要是背领 主要目的 就是要转新正义 转新正义 还有就是 点亮阿里山乡 造福我们阿里山乡 虽然我们阿里山乡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地区 就高山地区 风景优美 但是存在的问题 相当的多 我们必须要转新正义 所以我们百姓 非常支持我们的小英 希望透过我们小英政府 来翻转阿里山乡 过去的不公不义 比如说临班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 都要透过我们的 我们的县长 透过我们县长 在中央开业的时候 能够反应我们地方的意见 就是第一点 这一点 这个第一点是不是 我们请县长来 给我们简单的答复 谢谢 副议长各位议员大家早 十亿元是阿里代表阿里山 特别是我们是周族跟布隆族 小部分 我们原住民的心声 而且他非常努力 我看他 阿里山每个部落 每天都在很认真在跑 所以显然有一点瘦了一点点 请你多多保重 那您讲的问题 事实上台湾现在现象的 有点心 去吃饭 没有讲 所以原住民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在民进党时代 就有讨论到 这个原住民自治化 但目前这个草案 都还在行政院 还在讨论当中 ING 还没有送到立法院来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原民自治法最主要的精神 就是说 把原住民所住的一个范围 划为行政区域上 划为一个自治区 由原住民自己去管理 可是在其他的项目 譬如你提到的水保 你提到的水利 医疗 卫生 环保 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还是要在 国土计划法下面 我们要整体 是一致的一个规范 所以 你讲的八国年金 看起来好像是对了 但是最重要的精神 还是把行政管理的部分 给还给原住民 那以后呢 你就不在我们的嘉义县 你也许去当自治区的区长 或是议长 那时候你就会比我大 那时候我也许会涉及到阿里山去 我也是有血统的 我是白子 因为我觉得 我也很想为原住民发生 那这个问题 应该都属于在中央讨论的问题 地方政府听到县长 白子县长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也会积极跟中央反应 也会请我们这几位立法委员 包括小英 包括我们原住民的立委 我们都要拜托他们 一起来努力 好不好 报告 就是我们阿里山乡 对我们小英 还有陈立委 对外市贝林 非常的支持 就是利用多个这个选举 想要翻转过去 要翻转阿里山乡 恢复公平正义 恢复我们原住民的尊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想这一点 请我们县长在中央 能够多多给我们防疫 县长在那个自治区的 我非常感谢 当然我 我会永远追随我们的县长 因为县长是 我们阿里山乡的精神领袖 县长 你哪边的自治区的神 你也不能追随我 感谢我们阿里山 那个县长的关心 就是前面讲的 我们第一个讲的 就是平地村的行政权 希望林伍家退出 把行政权归还给我们平地村 尤其是我们有原住的地方 不能以森林法管人 我们知道森林法 是管那个木头 森林法不是管老百姓 而且封山是日本时代 本来只是一个农村 九八五十 那日本时代是一个农村 为什么郭明洞 我在做古怪 来到台湾 还化到 没有经过同一支 化到临半地 我想这一点是很不公不义 造成今天我们 不管是原住民 还是原住民 跟政府对立 我想这一点必须要解决 我想这一点必须要解决 我相信我们县长 在中央 一定要全力支持 有人住的地方 留意要退出 你就管你的木头 管你的山壁 管你的水路保持 有人住的地方 你不能以森林法管老百姓 还给我们阿里山山的 真正一个次序跟团结 这是补充 另外 在这里有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 我们原住民保留地 有70%为林业用地 因为受到森林法的限制 只能够造领 严重限制原住民的农业发展 而且原住民发展 它的那个 我们原住民基本法 有规定第十条 政府应该以原住民的名义 意愿 或者环境的资源特性 来测定原住民主的经济政策 并辅导自然资源自保育 及利用发展去经济产业 所以在这里 我们建议我们现在 以及我们县府的有关基础长 在中央的时候 一定要把以下基点 能够防御到中央 第一点 就是原住民保留地 在短期 以目前来讲 在短期 就让我们原住民 可以在现有的保留地 以及我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领域内发展 有一个政策叫林下 林下经济 就是森林底下的林下经济 就是目前 也可以做的短期的一个政策 要发展一个林下经济 什么叫做林下经济 就是森林与 山葵或者是副藏物都能够并存 因为现在我们的 我们的传统领域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造林地也好 在林务单位 或者是医林地方面 我们林下不可以 去到的副藏物 也不可以中爱医植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中那个 还有就是说山葵 造成我们今天山葵 成为被剩除 我真的很奇怪 台湾山葵是唯一台湾可以生长的作物 政府应该理受当然的要辅导 因为这个山葵是外交日本 外交各国 可以争取我们国家的外汇 但是为什么我们 在我们阿里山山 为什么被禁止 我这很奇怪 这头脑是不是 头脑比较快 应该辅导 我们阿里山的居民 这个山葵 合理合法的辅导 或是中业区 或是纳税都可以 我想这一点 是不是在我们短期 在严峻保留地 我们是不是能够 促成实现 我们林下的经济 我想这一点 我们在中央的时候 也能够反应 另外一点 我们跟县长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国土计划法 现在在作业当中 我会在这里 我们建议我们的 我们的大家长 是不是在国家当中 把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 原住民的部落 纳入到我们将来的 国土计划法里面的农业发展区 不要变到国土保育区 我们轮到农业发展区 让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 有那个生存的空间 也能够继续的利用 所以说我们现有的保留地 建议我们现在的中央在 在规划这个国土计划法的时候 把保留地的 我们保留地 化编到为农业的发展区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原住民部落 也建议能够化到这个城乡发展区 让我们原住民的村落 能够永续的发展 我想这一点 将来在国土计划里面 如果没有明确的规范的话 我们将来原住民的 那个林木用地 农业用地 将来如果化到 国土保育区的话 我们完全动弹不得 我想这一点 是不是县长 将来在中央开会 把我们原住民的 这个区块 弄到我们的农业区 把部落里面 弄到我们的城乡发展区 这一点是不是我们请县长 来说明一下 刚刚我提的这个两点 让我们原住民部落 能够永续的发展 让我们的情意 能够真正落实 我在这里是不是请县长 给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 这个十一元 关心的这一个部分 譬如说 林木齐就出去了 所有圣灵法都不要管了我们 我们要自治就要全部自治独立的意识 不过这个东西 上面还有一个最高 国土计划法 它是为了整个国土的规划 使用 要合情合理而且安全 所以为什么它现在开始 要我们地方政府 在四年内 要跟所有的民众 说明沟通 把他们的意见会整之后 我们也会讨论包括你讲的部分 譬如是说有一部分 我不要临半地 我要农地 这些部分呢 他们会经过评估 但是专家 学者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就不是我们在决定的 所以像你讲的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 我们先生 政府现在已经开了三次说明会 是 因为这一次国土计划法的部分 牵涉到像竹崎 像梅山 像到阿里山 那就会包括到我们所谓的原住民 自治区的范围 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 包括环境影响评估 水利的问题 这个都会在里面 那意见我们会会整之后 我不知道中央是不是有可能 全部都照 石油院的意见这样去做 我看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意见我们一定会整 然后一定极力帮我们 所有的山区 包括原住民的保留地 自治区的范围内 我们应该认为合理 可以接纳的部分 可以松绑一点 好不好 是是 感谢 谢谢县长 说明就是 我建议就站在国土计划法里面 把原住民的这个范围保留地 改为那个农业区 现有的部落 改为成像 改为这个 就是成像发展区 我想这一点 是不是我们在中央 我们会把 我们市医院所讲 我们阿里三乡 大部分的 所有的意见 我们都会纳进去 认识 给中央参考 那最重要的 还是要请立法委员们 要多努力 包括我们原住民委员 好不好 我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县长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各机关 在我们阿里三乡 一定要 遵照我们原住民的基本法 来实施 我在这里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们原住民基本法 实施以来 在各机关 都没有确实地来执行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 我们原住民基本法 我们要在阿里三乡 不管是在公共措施 或是在生态保育 或是在教学的研究 必须要经过 我们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允许 或者是认可 才可以来做一些 我们必要的措施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阿里三乡 也就是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处理阿里三乡 大家都处理得不好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临班地来讲 就是像阿里三大门口 我们阿里三是我们 传统领域 我们阿里三的游乐器里面 很多都是我们县级单位 过去是我们原住民传统领域 那么目前来讲 我们原住民或是原居民 或者是我们县佛的阿里三来讲 你要出差进出都要收费 或者要试别金才可以 不仅要试别金还要缴费 我想这一点就是不尊重 阿里三乡的这个基本法 我想我们建议 既然是阿里三乡的 是我们的基本传统领域 我们阿里三的回馈金 是不是我们县展在中央开会的时候 要确实要做好 我们30%的回馈 我们大门口 比如说一年收入 一亿的经费 大门口收入一亿的经费 33%的回馈我们的地方 当作我们回馈基金的 来建设阿里三乡 我想对我们原住民是非常尊重 我想就是第一点 希望我们在各机关 在我们阿里三乡 一定要尊重我们的 我们的意见 依照我们原住民的基本法 来办理 让我们原住民受到非常的尊重 也维持我们原住民的尊严 就是第一点 我们请县长 在中央开会 阿里三乡的回馈金 一定要落实 30%一定要 做我们地方的建设基金 而这个建设基金 要给我们县府保管应用 也给30% 那个大门口的那个回馈金 30% 要交给我们地方应用 另外 我们阿里三 玉山国家公园 也占领了我们嘉义县 阿里三土地非常大 比如说托福也到至中了 到南子仙溪 到帕因山庄 到益山主峰 都是益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所占领的 所管理的 我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包括我们 原来以前的 鹿林山庄 是我们阿里三乡相公所的公共造成 现在变成益山国家公园 但是益山国家公园 它也不尊重我们原住民的意见 也没有我们合馈金 所以在这里 我们建议县长 在中央 一定要要求益山国家公园 回馈金一千万 大门口回馈金三千万 这个回馈金 有政府统领管理 我想这一点 其实现在 拜托帮忙在中央防疫 另外一点 这个回馈金 南兹局中资局 我特别强调 回馈金也要尊重地方 比如说南兹局的回馈金 三千万拨给山公所 我看三千万人做什么 看不出来 都是做单独枪 我想这个是错误 回馈金就是 给原住民 给他们使用 那硬体建设 理所当然是由 南兹局或者中兹局来做 我在这里讲到 南兹局中兹的回馈金 一定要县政府 要主导 我在这个回馈金 由县府统预管理 为什么我讲 我讲一个事实 我们阿里山乡 我们也是建议县长说 我们阿里山乡 没有那个救护车 那个救护车 现场说 没有司机啊 没有油料啊 没有那个维修费 像这个救护车就可以 就可以用那个回馈金 来来执行这个工作 我想这一点 我们回馈金 对阿里山乡是 帮助很大 希望我们县长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 我们也建议 那个南兹局中资局 将来的回馈金 由县府统一管理 来同应用 像里面要用的话 要报计划 我想比较落实 而另外一点就是 回馈金 我们现在 我们的老人长照 老人的福利 老人这个长照服务 还有就是 像那个洗身的人员 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 长照工作 像这个东西 都是需要我们回馈金 来协助 用这个回馈金 来处理这一块 我想将来 我们在回馈金 是不是我们县长 要改变我们的尊重 不是就单独这样 拨抗 因为当下拨抗 不是前面性的 对你好做拨抗 对你不好就不做 不是前方位 所以前方位就是 每一户水电免费 第一个标准 是不是600块以内免费 600块以上自费 或者是用在缠造 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 包括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居住车 也可以设立 有司机 有油费 就从我们的居住机 那个回馈金里面支付 我今天我跟报告记讲 阿里山为什么变成八国联金 我们所有的福利 消防车 居住车 全部用在 全部用在那零物级的 那个阿里山游乐区 我们原住民 在原住民的基本法里面 我们原委会有规定 每一个原乡 都要一个消防队 也要一个救护车 但是 我们阿里山原乡 所有的福利 全部摆在 零物级的 那个生理游乐区里面 消防队也在那边 救护车也在那边 原乡 原住民部落都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原住民很痛苦 就是一个不公不义 我们要翻转过去 要翻转的话 最快就是我们回馈金 要很 恰当地使用在我们原乡 不是就单独这样播放 我们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缠造 我们会 以后我们变老人 我们社会福利 缠造 救济 是一个非常重要 真的 我们是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 从这里 来 来研究 来探讨 这一点 是不是 我们现在 说明一下 那个 十一元 还很年轻 我老了 你本人 需要长照的还很久 不过你当过乡长 我就记得你一直在讲 林务局出去了 对了 这个我自己管 收入 你比我狠 我跟林务局 才讲五五猜账 你讲七三分账 你比我还要狠 那我们是要继续跟林务局讲 因为事实上 县政府是 真正 有警察 有消防队 有 这个医疗 战 还有环保 县政府每一年 我们事实上 人事情政会 就四千七百四十万 所以我说 国民党一个例行山庄 里面不用钱 现在可能补了合约一块钱 这样子最好的地方在那里 然后我们 我们县政府 光是人事行政会这样 你一年收了两三亿 我就提出要求 五五猜账 但是他都给我共估回来好几次 我会继续努力 至于你提的 我觉得原住民的基本法的精神 大概也很难达到你的要求 不过我们还是会反应 所以资局 南资局跟中资局的回馈金 基本上 我们县政府都是给相关的几个相公所 自己去做分配使用 你要做什么 你需要什么去做 那至于长照福利的部分 我们嘉义县政府跟中央是一致的 包括到原住民区都一致试用的 所有的人的长照 的社会福利 东通一样的一个标准 没有分两级三级的 所以我想在目前 原住民基本法里面 我们重点还是在还地 有关生计的问题 譬如说你们保留地的政策 那个目的 跟合理性的使用 这些国有土地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就是说 不要妨碍到国土保安 不违背到环保的原则下 我们第一 在原住民土地权利的回复案件 从民国79年开始是 这些保留地的开发管理 定定管理的权利 把它回复 列为由县市政府来 这个暗月做常态性的一个管理 那第二呢 我们也透过阿里山公所 辅导我们原住民 分别申请 设定农地科 农地的耕作权 跟林地的荣誉权 地上务登记权 让它大家 原住民可以继续自由去 今年或用满五年的时候 县政府再来审查一次 无偿取得土地所有权的部分 像这样子的案子 我们这些年来79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办了8231笔 这个是我要跟议员报告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现在从96年起 配合原民会的办法 征令编列原住民保留地方业务 辅导原住民取得77年 2月1号以前 你只要是祖先有使用的 到现在 祖先有遗留下来的继承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在受理 受理这个部分 德西公 你的祖先以前 在77年2月1号以前 已经有在使用的 这些子孙在继承的部分 我们在帮你们办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现在民政处办的 大概有431笔 这个原来受理的期限是到103年 12月31号 那后来我们又后来又缓印 然后再延长 所以我想有些执行上的困难 林务局工作站会看的结果都会认为说 你申请人没有使用这个事实 不同意 不同意 所以结案掉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继续督导那个公所 在这个部分协助申请人能够提出尽量宽松一点的一些事实有利的证明 来辅导我们申请人能达到使用土地的这个继承的目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陆陆续续 民政处的原民课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 好不好 谢谢县长 我们民政处和原民课 对阿里山非常的照顾 另外就是 恢复我们转型正义 另外就再补充就是 另外再讲就是 为了我们阿里山的团结 恢复我们阿里山的秩序 有关救国团 以及丽兴山庄 侵占国土 造成今天很多很大的民怨 为什么住在 我们不管是山地 山地 或是原居民原住民 在林班地里面 你去那个布棚 去村寮 去那个厨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可以在林班地里面 盖救国团 那个 那个青年活动中心 或者是国民党的丽兴山庄 我想这一点是 侵占国土 是不是我们恢复我们转型正义 这个两个地方收回来 做我们先政府的公共照常 做我们公共照常 但是我建议我们县长 如果做我们公共照常 尽量用我们原住民在那边 工作来就业 就立行山庄 救国团收回来 它经常过渡 做我们 幸福的公共照常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地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传统领域里面 我们很多的 那个 爱与子 还有就是 为撑住的 母亚帝 九个月 九个月 为撑住的 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 百姓是反应 要转型正义 既然在我们传统里面 在我们爱与子里面 既然没有撑住 它自己长得 那个石膏族贵族或是马族 优先给我们原住民 来无偿使用 就是给他们 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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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吉 也是要 也最低标 最低的价钱 给我们原住民使用 我想这一点 真正落实 我们照顾原住民 我想这个 两项 请我们现场说明 就是那个 离行山庄 还有 还有 那个 青年活动中心 还有就是 船头里里面的爱与子 有关同产品的部分 我们会在国土企划法里面 我们会整所有 包括阿里山跟山区 几个乡镇的意见 因为我们 这一次 像包括湖山水库 就用到 一万九千多平 两百三十一公顷的土地 是嘉义县山区的 所以这些居民的意见 我们都会整合 包括你现在讲的 这些我们都会给中央政府 参阅 然后我们会给他 请立委去督导 是 那至于 立行山庄 这些东西 党产的部分 都是 讲转型正义的 一部分而已 一部分而已 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 小英可以这么高票的当选 基本上就是基于多数人民 正认为台湾有很多所谓的 没有公平 没有正义 党产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项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只有讲这个 也不是我可以管得到的 我们有讲到司法正义 讲到居住正义 讲到这种城乡差距 所以现在 年轻人是 只背老 现在的负债将来都是未来的小孩子 要去背什么 我们现在长期累积下来的债务 可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资源的经济成 不是没有经济成长 有 但是经济成长的果实 分给一两% 是少数人 一两%的人在分享 多数人没有办法享受到 这个就是大家觉得没有转型 没有公平正义的部分 所以小英一再强调 她在做转型正义 公平正义 也让她高票当选 大家人民的期待 我可以告诉议员 10月份司法改革委员会 已经要开始开会了 另外所谓财税正义 区域经横发展 城乡缩短的部分 也会在年底开始 就是说 她已经在进行所谓的 有三个委员会 司法居住跟 基金 劳退基金 年金制度的改革委员会 这是三个 这三个委员会 她都已经筹筑 10月 12月 明年 1月 陆陆续续开始进行 就是 马上要做了 所以我想 我们 包括阿里山 包括我们所有的 相亲的大家能够 来看 我们用 人民用眼睛来监督 我们的新政府 是否有在做 因为它事实上 只有执政16天 你今天要希望 它16天里面 一朝一夕 能够转换 那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10月 12月 1月 这三个委员会的小组 成员都已经决定了 也都陆陆续续在检讨 好不好 谢谢 还有这个 很快了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阿里山乡 虽然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区 是高山地区 但是我们的交通 我希望现场的中央 要反应上级 我们阿里山乡的台湿八线 没有经过我们原住民部落 阿里山火车 铁路也没有经过 我们阿里山原住民部落 唯一的原住民的阿里山公路 就是我们的三地连贯道路 现在三地连贯道路 那时候当乡长的时候 是开到李家 三美还有五公里 那是一个双线道 原住民一直说 议员你在议会 是不是跟县长建议 我会在这里建议我们县长 是不是我们那个 转型正义 要重视中央 重视我们的三地连贯道路 还有五公里 我们不要双线道 只要联络道也好 农路也好 长越道路也好 只要能生通 阿弥陀佛 老百姓 原住民特别感谢我们县长 还有五公里 希望能够联络道也可以 农路也可以 也不要双线道 给他相通 表示很尊重我们原住民 对 实际议员真的很认真 很用心 也很关心整个大阿里山区的一些 不管交通 水利 经济发展 农业 包括所有 我们的社会福利的问题 我想我们真的会诊之后 全部会反映到中央 那至于联络到的部分 事实上嘉义线是1903平方公里 我们一年编略预算是三千到五千 我们要做 我们要所有道路的总面积 是十几万 多少啊 反正如果嘉义是一万公里 台北是一万一千公里 可是他们的预算是22亿 我们好像是三千万 所以每一次我想做 不想做就是财政 我们事实上是编不出来 但是你的声音听到了 我们就尽量努力 而且我们也希望中央注意到 这个小县 分不到资源的问题 你的公平正义怎么做出来 好不好 好 那个就是 我们三爹两官都 我们请县长反映到农委会 农路也好 金会有中央支付 来编农委 因为那个也不要双线道 有联络道也可以 还有两个问题就是跟县长报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 我们十周那个总阴障 我们百姓 我们百姓我一直替我们县长广告说 我们县长对我们三群非常照顾 以前不毛之地 现在不毛之地已经改为转阴障 当然还有几些问题是 百姓反映给我跟反映县长 其实那个十周转阴障 是不是周边是不是有一个三级 让我们三级百姓 或者是有一个三级 卖一些我们农特产品 卖一些什么文化的一个手工艺 这个文化的附加价值 在那边可以展示 让他们百姓了解到 阿里山有这么好一个农特产品 还有那么丰富的文化 是不是我们转阴障周边 也是不是有一个规划 在那边做一个硕士 让他们百姓有机会 这是另外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谈到教育跟警政 我跟建议县长 我们阿里山厢的所有的学校 我们前乡 剩下是两位原住民的校长 一个是达邦跟新美 新美的校长 除了是一个原住民 其他都是外地人 我建议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县长 我们原住民的教育 那个老师 是不是尽量 按照我们的基本法里面 教育法里面 要三分之一是原住民 但是目前来讲是比较难 因为考上的教育 实验的很少 所以我建议我们县长 是不是我们建议我们县长 就是第一个我们那个教育试院 是不是在恢复到公费性的养生教育 免得有两三位的名额 读我们的教育学院 培养我们的原住民教师 因为没有教师 没有原住民老师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部落大学很难实施 比较说原住民的话 县长比较厉害 是阿伯佛很会讲 真的我们原住民老师 真的很少 推上我们的文化活动 非常困难 因为毕竟公务员是 执行我们文化工作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所以说今天我们县长 我们原住民老师 要恢复过去的工费生 养生教育 能够每年保障两三位 读我们教育学院 另外一点 我们的警察同仁 已经断层 现在两位是原住民的警察同仁 我建议 我建议我们的警察也是一样 也要跟中央建议 恢复过去 有成立一个警察学校 紧专的一个三地警员班 让我们有志青年 能够很顺利地考上我们警察学校 回到我们三七 来共同维护我们三七的治安 最后一点 等一下 两点以后又来个最后一点 还有就是 最后一点就是 我在这里 我代表我们原住民 真的对我们县长 我们民政处长 人民科长 还有所有的基础长 对我们三七 过去的努力建设 我们阿里山山已经看得到 真的我在各村落各地方 都是为我们县长 为我们县政府各基础的努力 一直宣导 希望我们这一次 我们县长 我们县政府 继续地关心我们原住民 让我们原住民 在生活方面 在经济 农业 产业 观光 能够有勇气的发展 我也在这里代表所有原住民 对我们县长 以及所有的基础长 特别感谢 感谢你们辛劳 你们特别对我们原住民的照顾 我们的原住民区去服务 我们认为这是最适当的 至于你要建议中央在 用什么过去示范学校的这些 免会工会生 3D警察训练班这些 我们是不是都把它会整之后 也请立法委员去做反应 好不好 谢谢感谢我们县长 真的不好意思 不会啊 你太热心了 真的很关心我们阿里山 我很感动 特别感谢我们县长 所有的局处长 感谢阿伯伯祝我们县长 身体健康步步高升 继续呼吸 阿伯伯 有休息 谢谢 谢谢 好 来 再来 再来我们乡庄庭议员 美鳳議員 你们还要联合咨询还是你们单独呢 没关系 看后面看得怎么样 看后面看得怎么样 谢谢大卫主席 那就是为了你生了 好 谢谢大卫主席 县长还有我们县府的一级主管 以及我们一位的同仁 还有媒体记者 我今天就带我阿嬷来 因为我阿嬷每天都在家都没了 然后她现在非常地依赖我 今天因为没事情就对我来 她说在电视上面看到 民意代表都在买冠丸 我跟她说声 说我今天要来买冠丁 她就很坚重 她就说叫我 做民意代表要理性问证 所以她今天就来这边督促我 阿嬷在后面也特别坚重 阿嬷你认真看 我会专专专业用台记跟你说 现在的官长是张花冠 不是陈明文 她刚才问我张花冠会来 陈明文会来吗 阿嬷你好 你第一次来这感动 阿嬷 我在这 我在这边 你越来越来越来越边 你看电视 我人坐在这 我站起来 阿嬷 阿嬷你看 不要看电视 你看头前 我在这 欢迎来愉悲 谢谢县长 我担任议员 大概一年半以来 每次的咨询 我每一边的这项 我大概很重视 就是我们的故郷 故郷南眠 故郷南眠是我们家技官 五十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建设 现在我想要问的是 其实我们对故郷南眠 是已经从深深的一个期望 避着有一些重重的失望 今天我要问管长说 管长现在新政府上任 我们新人的医長 你不知道是谁 你是在说故郷还是行政院 故郷 林郑宜 他上礼拜六 有来看故郷南眠 看过来 故郷南眠 他上礼拜六 用休假时间来 也来拜访我一下 他看了他感觉怎么样 他刚开始做 感觉好像还蛮好的 但是我是跟他讲很多很多的意见 包括这草子 那个五十公庆的所在 当年 我们是说 关七十公庆 给你够这个五十公庆 是希望这个故郷 用中用的资源 来把家技官 可以故郷的旁边 做亚洲各国的文化园区 所谓亚洲就是像日本 中国 东北亚 中国 台湾 东南亚 日本 泰国 印尼 或是菩萨越南 还有中亚 中亚 西亚 土耳其 这些都是 我们希望他做各国的文化园区 这样我们捐五十公顷的目的 就可以让他故宫的典藏之外 外面的环境更丰富 因为以我们家技冠军会 在情是不可能的 去做这些 所以我们 我们是 去吃亚大丸 要求 但是因为政党认退后 我们百五十公庆 改造BOT 我们现在做情测 我们现在BOT的范围 根据报导 它是由华福旗下 它集团旗下的华喜公司 取得我们的BOT的各项项目 包括了文创园区 还有旅馆的BOT 以及目前那个园区的维护管理 我这里有个简报档 麻烦播放一下 好 刚才你有说到杂草的包困 县长你知道我是喜欢路跑的 喜欢运动的人 对啊 所以我叫你扭扭嘛 扭扭 可是我叫他虎虎嘛 不要再说这个了 我在路跑的地方 就是在故宫园区的外围 我每天去走的时候 我是做这样走 我在走的时候 有人跟他欢迎说 其实我们晚上 故宫晚上是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都会跑进去运动 你所谓外面是指主管的外面 主管外面的园区 不是说我们的道路吧 都有 因为有道路一直走 走到主管外面的园区 对 但是你讲杂草的部分是在 在里面 在70公顷内的主管 现在看简报档 这是我5月18号的时候 我虽然看起来很散 但是我穿官大 我穿官大 我穿官大 我还有一百七十公分 不可以看 尿没点 你看 这草子比我的新館加館 这已经百七公分以上去的草子 我们的椅子的部分 你看椅子后面 这草子是什么草子 我问我的助理 他说这是有一个草子 这是木草 所以这是很硬的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 下一张 我们看地面的部分 草子已经放到地面了 好 再下一张 然后我在坐的隔壁 是草子在背双 然后现在看的是5月18号的时候 我们的直批蔓延 杂草横生 那再下一页 哦 我不懂 它的边坡 它土壤的规划 为什么它的地 它的地面是这样子 它的头用得这么高 这每一边如果是落后 它的头就是一直流失 哦 我不是在找查 这是我是反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 再下一页 好 这是我在6月6号的时候 请我的助理再去看一下 啊 它的草子有扑 不过我不知道扑那是什么意思 扑那也不漂亮啊 观众你没感觉吗 你知道这草子这么多 这么多人在运动 还有这么多游客 如果是有杀要怎么样 这我要凸显的是 其实我们BOT 这个德表的厂商 我觉得它是很没用心的 你如果要扑草 你也应该扑草到更增重的 你花同样的钱 有什么草子要这样青菜扑扑的 这是在6月6号还蛮近的 昨天本来还要再去 可是昨天修馆 没有开放 对外开放 好 再下一页 好 这是我们 就是其他地方的角落的部分 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草子都黑白法 没有做这个整体的规划 一点都不美 县长你在那个年代高峰会的时候 你说自己 素颜也要淡少而美 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景观 我是觉得不漂亮 下一页 好 下一页 这是我另外一个议题 先关掉好了 县长我只是要跟你讲说 我们国际级的一个博物馆 这样子是一个怎样的参观的一个环境 这是属于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门面吗 这样要怎么变成了我们的国际观光 不会让人去唱吗 议员 那那个 我一直在想想跟你都完全一样 你在节目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你也在去年的时候 你成立了嘉义的爱乐 对不对 是啊 然后未来 你很像说下半年度的时候 我们未来的表演 不会在民胸表演 会移到我们美丽的故宫 故外 他其实他现在这样子是不够完完备的 没水 是是 我还要看法 跟你一样 就是说 旧宫 70公斤里面都 我们土地交给他 他付这个器官 旁边的文化圆区 没给我们建 但是所有的经历 在环境经历 都在故宫要付借的 建为之助 这个简单的事情 他都做不好了 我们怎么期待他后续 特料好 当然 在民进展主政之前 我们也反映很多次 那现在故宫听说是 他把它改成BOT 他也完成法定程序 那他要求BOT厂商 去做这些 环境经历的部分 我们已经 请文官局去查过好几次 反映好几次 所以 我现在就是 在这里正式跟议员回答 就是 这个故宫里面的 环境经理不好 環保局负责 严格去监督处理 其他故宫的BOT的部分 事实上 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开过会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变成BOT 过去我们跟中央有代沟 但是现在完全执政了 应该要完全执政 执政之后我已经讲了 当初的政治开幕 现在我们要收拾残局 我们既然要擦 马英九的就是脏屁股 我们就要把它擦干净 对吧 我当然啦 我们现在执政只有16天 所以这些意见 我在中堂会也都有反应了 你要不要请你的老长官 文官局 吴局长 起来 再跟你说明更清楚一下 好不好 我不会再继续待下去啊 作者 继续问 哈哈哈 局长 你要回答我一下吗 你要回答我之前 你要不要先云诺我 我说你至少这一件会做好做满 大会主席 反正怎么开创嘉义的五花观光新时代 还有就是 管长不可以没理 我想我是高级的临时工而已 什么时候离开这 有时候都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 那关于议员提到就是 故宫的事情事上 我们都有一直在做相关上的反应 那包括就是 从他的定位 长期以来讲 他的定位预算等等 这些东西 那甚至包括他的人事 还是应该去维持 他这个分院的格局 原本大概应该是有至少120人 但目前他只有变成是一个处的格局 只有80人 这个我们也都一再在跟 就是过去的院长 以及现在的李院长 都有来做相关上的反应 那包括就是VOT的这个相关上 权益的问题 还有他外部效益等等 这些东西 我们都有做 在进一步上的要求 所以李院长也在想说 他最近会在更进一步上的 做一些长的了解 然后会赶快再去做相关的处理 那我想我们会根据他处理的 相关上的进度 再进一步的予以 就是发挥一些 跟议会一样 要求的这个监督上的功能 看他是不是有回复到 他原本在2003年 在2004年的时候要设立 甚至更早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按照当初的这个规划 按的方式来处理 那如果他没有处理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 来做相关上的要求 局长 那另外我有听到 这是我耳闻的 我们国家里面 它有那个高尔夫球车 在做接驳 之前听说 有兵车过 我在想说 高尔夫球车 其实他其实是没有价格 他就可以开了 所以我感觉 在这个短程的一个接驳 游客的安全性 我们应该把它考量到 所以这部分 你帮我了解一下 应该做欢迎一下 如果说要开这个高尔夫球车的部分 事前要做一个培训 尤其是路面的部分 应该是要更加平整 或是发行说 超载或者是因为意外翻车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们愿意的 好我想保障游客 或者是这个参观者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会来进一步的要求 他们做相关上安全的这些防范 还有相关的措施 他现在已经就是不去走自美桥 然后为了要避免这些人潮 所以他都是走旁边的 这个一些通道上 然后再从那个后面 然后再进到那个就是二楼上的一个正门 所以这部分 我们会来进一步上的 对这个VOT的营运的厂商 还有故宫进行相关上的要求 好 局长谢谢你请坐 好 谢谢 县长 管理员 我也是可能会问你 我也是很喜欢跟你说话 因为阿嬷在那里看 所以今天阿嬷看 很开心 你讲的很厉害 你讲的比较大声 因为听力有衰退 哦 这样啊 阿嬷你有听到吗 我们跟你讲的是很大声 不是我们的完结 我们的理性 好 好 我要跟你讲的是 我们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们在隔铁的外面 有成立一个低碳的运转中心 转运中心 对吧 是 这个是我们是要打造高铁 故宫南院 以及限制特区的一个 黄金三角地区 一个低碳的旅游区 但是我们之前看到有新闻说 高铁因为南港那边要通车 结果它在加益的部分 它的班次减少很多 你的看法是怎样 这个高铁主要是 因为它跟它的吊车场 那是很大的区域 保修车场 全部都设在南港 因为台北那些土地太多 它已经设好了 但是它因为从南港发车以后 它的班次重新调整 我已经跟他们的执行长 上礼拜讲过了 我已经跟他非常生气的 表示说 黄金三你要跟他共同 这个生气 绝对不是跟自己人在想起而已 在跟他坐起来 不是跟他坐起来 分林 跟他坐起来 包括台南 他说你集材没有访问 他都来跟他坐 这我就不说了 我们跟他坐起来 我们的高铁的数据 我们的旅客出入量降4.2% 台南是7% 结果台南增加40万 我们减30万 台中也增加差不多这样 所以 所以我还说 你都缠对六堆没有人在增加在班次 对 不是缠对六堆而已 还缠对 有柯林后面的参总统的人 所以我还说 你是无非看自己的官党 看我们没有对吧 看我们没有 看我没有 没有 你不要跟他表态说 我跟你说 我从小 念书 台南的 这个 衣服的 对新娘 附近到 减水 隆重来加路的 婚姻官 对北港到到六 这条线也都在家里 在家里 家中 家路 家中 来这 看医生 看 看电影 戏院 都在嘉义市 也在我们这边百货公司 所以 我们的嘉义县 从故宫南院开放之后 我们 观光局 又规划了15条的 这个 精度旅游的路线 我们的观光 事实上是 现在会成一个 高幅度的一个成长 所以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成长 对吗 你照理 照理说 你还要把我整加 他说 因为有 南部科学园区里 我说 我跟你说 嘉义到台湾 直达车 直达车是 1.15分 就够了 你说到台南 可以升 8分钟 到9分钟 你整加40分 我说 从嘉义下来 再到南科 去上班的人 比去台南高铁站 又开到南科 绝对是嘉义 比台南去更快 所以 你这种 掉班 你的掉班的逻辑 我看不懂 看起来就是政治在掉班 我看起来也是 台中也是 台中到台北指导 1.15分钟 很快 很多车 但是台中我们都知道 这几天 房地产 差了有够多 所以 投资客太多 然后 中张头 都在 都在那边 苗栗都在那里 消费 买出投资客 那大楼 一栋一栋 很多一下子 起来 但是 大家都要注意看 每一栋一栋 暗时 电费都差不多三層 不要说 其他七層是 投资客 大三層的人 就高通 已经打到现在的程度 台北到台中很快 但是 高鐵站 要去到台中 要去到中华 要去到南大 要去到苗栗 是要花很多时间打车的 所以 你那一种 这个吊车班的逻辑 我一点都不能认同 还不如说 你彰化 苗栗 允允在政治开战 但是彰化 是最有功能的 彰化 可以像抵制 那样分流 把这一个 这个 我们的那个旅客 从彰化到南头去 你台中吃了 也不会 打车啊 所以 我跟他讲 他7月1号 已经公布了 这个不是 首先跟我们说了 所以我已经 那一天跟他反应的 严重反应 12月份 12月1号 开始的 新的办事 你要重新调整 我们家益是 经济 在 在成长 飞 起飞的 不是 平步慢跑的状态 总说 我们也觉得 云林通车料 我们的人数应该会减 没有 我们增加 但是呢 我这边有 调资料 2015年的1月到4月 我们的总运量是 84万 到今年 我们是成长 对 今年1月到4月的部分 我们是85万 成长1万 你很认真做功课 你说的都没错 我怕 没错 对 你说的是政客 我们还成长 还成长 他给我们竞人 给我们减班 这点是我非常非常不服气的 所以我要求他 12月1号 你再重新新的颁表出来的时候 重新考虑啦 如果你们都一四次政治开 考量的话 台湾永远不会实现公平正义啦 中华开一个 开一个 十秒得力 那些东西 差多少 对不 台南到高雄 很近的啊 你开在彰化 还可以 帮台中 缩解一些压力掉 所以 我要求他 12月1号 新的 这个测班表 要重新 慎重的考虑 民进党可以重新积极 就是因为你们 相信说 我们可以 就是让这个社会 更加公平正义 那不可以照过去做法 所以这部分 麻烦管长 我已经强烈发言 你也可以跟我们 民进党 很大小的 很有分量的 重量级的立委 南明文 还有很大口 也是重量级的 蔡玉宇的反应 请他们也要向中央 非常强烈的反应 好不好 谢谢县长 县长 县长你不用再坐 因为我还不用帮你了 或是你要坐 也可以 那不要紧 我站起来 我这样 运动一下 阿嬷去哪里看 我一定要站起来 不怕阿嬷看不到我 我要问的是 前一段 动保的议题 大家都知道 嘉义官这次 因为动保事件 应该说是 明洋国际 这样也很奇怪 但是这一定闭着 我们已经上了国际的媒体 这些事件 其实我一直觉得 林安乐死 这个政策 它是错误的 因为林安乐死 所以有很多人 他觉得这狗很小 很漂亮 他就要来吃 要来吃 现在吃了 狗再大吃了 就不太漂亮了 然后就给他战掉 有什么 他会战掉 因为他觉得 现在我们的政策 就是林安乐死 所以政府不这样 会把它处理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会因为这样子 造成说我们的流浪狗 流浪猫的部分 它是更加的严重 然后 我们现在要改善 这样的问题 除了说我们的收容所 空间要变多之外 就是要提高它的韧氧率 但是收容所的部分 它的空间 不是跟我们嘉义官有这个问题 这个事件在嘉义官发生 是因为死亡的 那个毛害太多了 其他的管理 也是有发生 类似的一个事件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 我在上个礼拜 我看到我们台中市政府 他推出了一个方案 我提供给县长参考 他在六月的时候 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任养主打薪的优惠方案 他里面有讲到说 他的内容就是提供 一岁以上的成全 作为任养的那个 毛孩主打薪 然后提供他免费任养的 一个健康检查 有兽医师可以现场去做诊断 然后还有犬肢的行为训练课程 然后还有四组的教育 以及兽医师的就是 饲养管理讲座 他说整个套餐 大概价格是三千块 然后他希望说 因为数量有限 这样子的一个豪华的优惠方案 数量有限 所以就只有150支 150支 然后他说价格三千块 所以说台中市政府 他这样子的推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豪华的一个优惠方案 大家要花45万 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目前空间的部分 没办法去做 暂时没办法去做改善 那提高任养率的部分 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管长你敢不敢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我们今天有可能 阿嬷 阿嬷 您这个相庭实在是少年 还有很认真 对管长也很孤独 都没有我找 不过 关于流浪犬的问题 我觉得 议员你讲的 林安乐史 他后续衍生的问题 确实是我非常认同 这怕着男人 同样 我们年轻漂亮的时候 他会很爱我们 我们老的时候 他会比较出去外面 看到比我们年轻的时候 他会比较认为我们太老了 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所以 林安乐史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不是真正在解决的办法 但是台中 因为第一 台中是贏的 台中是财政非常丰富的 所以他有一个 补助任养的三圈圆的一个政策 政策它也有一点点配套 包括兽医 煮疫苗 不过 她说这是150个 我们也不用抵抵成这样 我们可以试试 但是我要跟议员讲的 就是说 其实 我觉得 补助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是好办法 你三千块而已 他当然也有纸晶片 有受益检查 但是 你刚才流浪汉 我今天给你领三千块而已 我今天拿到台高 是不高 这个流向的管理 是反而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 要兼顾到除了财政 它的实用性 它的实际效益 还有它的执行力 有没有办法做到 反正我说这个其实是因为 我们这次民雄收容所 它没说 它其实改善了很多 而且我们换了一个所长之后 真的非常的用心 但是我们这次 我就改善是因为 因为这次的事件 我们有动用到第二预备金 我是希望 每一年 我们在这部分 可以再宽列一些经费 去做一个改善 你之前有说过 严顺文也有说 他们那边 如果是狗 鸟子 那些毛鸟 如果是无所调的地方 他之前要选台北市場的时候 他有说 把这里送到云家地区 然后呢 我们现在给我们感觉 我们是次等 次等的公民 次等的县市 然后因为这次的事件 我们真的会被贴上标签 会被污名化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痛定思痛 好好的去整顿 去做改革 以后我们要打造了嘉义 给人家的印象 它就是一个爱心的城市 上一次刘洋泉死亡的事件 老实讲 我要跟谢敏说对不起 我自己非常生气 我觉得一架载20台 20架的车 竟然可以死38架 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我暴怒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因为我那天去阿里山 那个安藤忠雄 他们去看那个代表 去看那个土地 但是我第二天一大早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去看那一部车 那台车冷气有没有 第二 第二 打开之后我看 真的是一十只 刚才好而已 那有可能 C38架到后又陆续死亡 可见这是一个管理不散的一个错误 是因为是紧急事件 我用二倍金 马上做一个处理 但是不是每件事情 二倍金不是 你让你这样处理的 这是我们还是要承认 县政府在流浪前 我们的动物黄治所 事实上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以后我们是会在明年编列预算的时候 我们也会尊重议员的意见 不管多或少 我们会编列预算 来往我们能力所可行的范围之内 改善这个目前的流浪动物收容所 事实上环境不好 但是我们的星班事业计划 我希望一年内正式通过以后 在我卸任之前 可以把正式的流浪犬的收容所 把它完整的做好 我感觉这些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我谢谢议员的指教 谢谢县长 请坐 请坐 我是这么多的再起来 没有 其实我这一半是要问 你的农业处处长 但是我上面看他抓乖 我想说你比较辛苦 可以帮你回答一下 另外那个简报档 我最后一页再帮我播放一下 谢谢 这个问题我可能要问的是建设处 处长 我现在设处的这个可能不清楚 因为这个我早上才设处的 其实我要凸显的是 县长他都常常说他要打造嘉义的一个爱情天际线 这一条线是23.5度 经过23.5度 它是一个虚线 我现在讲的是说我们天空的景象 这是另一类的天际线 你会看到 他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嘉义星的天空 常常附过一些凌亂的电缆线 包括第四代的线 监视器的线 有的 它砍掉的部分 想说可能未来还会砍掉 就把线 酷酷的就把它掛在电灰条 这部分 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世隆的景观的一面 这部分我们都没有下去处理吗 我们大家的主席 我们副議長 各位議員 律师 先生 各位后面面的基督朋友 大家好 我没有要你就是把它全面地下化 因为我知道那个经费设计很庞大 但是我感觉这个项目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经历 是 我们感谢湘堤議員 对这个有关的四代 这个纜纜的情形 影响这些天空视野的情形 会关心 这不然是不太看了 不然如果红台天的时候 那线 如果落下来 或是那些都影响到这个交通的安全 所以这个議員关心这点非常好 还是不是不太客观 我们依照我们这个 有线广播电视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規定 这个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业子 他们要组成设计的忙碌 如果是 普通路人的 要向路犯的管理器官来申请 如果是要拐 要把那个电信夹借和电力夹借的器官来申请 那以照顾法第十九条的規定 就是说这个 平通经营者 那这个违反到这个第十八条 和这个第一项的規定 可以出新台幅 六万一上一百二十万一下 看 冷冰 明令他的这个 仙関来改正 可 如果这个仙関来不改正 可以按除出反 所以我们这个 呃 这个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业子 他们 如果在的範团上 要来报 都要向我们亲戳 他的公路 用地守用匙徑经萟办法第三条規定 这个三款 或是所謂擁護 而且在我們公路的路線 那個環高的民生公署頂頭 或是這個鑑線頂頭的設施 我們可以將它徵收收容費用 市區道路和純利道路 可以由公署來徵收 它如果是掛在這個電源 或是電信鑑頂頭 就是由我們的電信業者 或是電流業者來申請 由他們來收 收後 我們再把電信業者和電力業者 收收收費用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收差不多是一百多萬 如果 他沒有經過我們這個路環機關的學準 在公路來設置這些東西 在散自使用期間 讓我們發現我們的鑑杯 收出它的費用 並依照這個公路法 這個第72條第一項的規定 對這個 對這個 散自使用者 初心代表 三萬以上到 十五萬以下的 這個 看看 我們 我們的 導入我們的機關 也可以 民意意會 給觀眾 這個 我們到底有做嗎 這個開始重點了 現在就是視線去看 放眼望去 就是都雜亂了 所以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 去年是由我們自己去尋找 尋到的部分 還是民眾建議歡迎我們來處理 今年開始 我們有發佈這個 尋查的 勞務表 我們委託這個 總業公司來加強審查 對這個 委屈設定的部分 我們會來 跟它 出分 來增加這個 希望可以 納管到我們的 寬頻裡面 來增加我們 納管的使用力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希望說可以趕快把這個 清理的作業 把它落實 讓人民有感 謝謝 另外再有這個問題 包括宣長 我是嘉義青農的會員 我今天有在電視 我有聽到你在說 青農跟新農 新農人是不一樣的 對吧 你說到一半的時候 就被民嘴打斷 我很期待 要聽因為 我本來 是很敬畏你 但是你剛才 你參與之後 我發現我越來越崇拜你 你真的很會說 我嚇一跳 我一邊聽 我一邊聽 然後我一邊做筆記 我要跟你說的就是 其實我昨天有看到新聞 我們家裡的農業 真的是越做越好 包括咖啡的部分 昨天我看到 全國精品的咖啡生豆比賽 20個獎項 我們嘉義官 嘉義官 南瓜11個獎項 隨體試 是 番茄也一樣 我們是番茄也一樣 番茄 很少全台灣跟東南亞 我們現在 你有講到說 農民的部分 有一部分 他的觀念比較根深蒂固 是 所以咧 比較難去做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好好代表我們的農二代 跟農三代 我是嘉義青農的會員之一 我想要問一下縣長說 有關青農的部分 我們嘉義官 會對他們做什麼福德 報告議員 我知道你有一個農民 什麼學院是不是 有農學院 是屬於教育訓練的部分 除了這個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設施農業的補助 還有資金的解決 所以這要中央也要配合 所以我們嘉義官政府正在朝你一個 叫做農業設施補助自治條例 我們下個會期就會送到貴會來 給議會通過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訂定這個補助的標準 人才培訓 或是包括設施農業 去做什麼東西 怎麼做比較好 所以我們希望的就是能夠吸引年輕人 包括尤其是我們自己農家的第二代第三代 包括外地的新農 我們也歡迎來嘉義 來做嘉義線快樂的農民 然後做一個安全的農業基地 為台灣的典範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食安大樓的興建 而且不是只有食安大樓興建 所以那是只有後端的檢驗 前頭從農林移木都要有源頭管理 我們目前都是上課 從源頭的管理開始就要做了 這個食安大樓的檢驗是最後一部分 讓產品出去的話 他有標籤有QR code 可以消費者可以追溯這個產品的來源 所以我們要跟他說 我有三大樓心 消費者他們才會安心才會有信心 這就是說我們要打開農業市場 是要這樣做法 農學院是我們在 我們農學院是這樣 就是在創新學院 在那裡面排七十個小時的上課時數 你們辦這樣子的活動不錯 把嘉義的青龍全部都把它摳在一起 他們常常現在都常常做一些 很有意義的活動 包括說老人食堂的部分 都會自己主動 就是發起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我喜歡這樣辦老人食堂 結果這些青龍就是做什麼 就送什麼 固定時間就送過來 我覺得這樣很有意義的 然後那天我們有一個群組 他們有提議說 他們希望辦一個青龍的運動會 譬如說中根基的一個 中根基的拉力比賽 還有街番茄比賽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一個 非常非常有創意的 不錯的點子 可以啊 那個農業處長 他只是腳敗去 拋腳不敗去 這個來直接交我們的農業處長 去辦理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縣長 縣長剛才說我老公的補充一點 我這樣不能坐就對了 五分鐘以來你一定可以坐 不過你待會兒可能還要站起來 那不是我的問題 那個我有說過故宮南苑的夜晚 它是非常的漂亮 你有提到那個外衣效應的部分 其實我要說的是 它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晚上的時候 會去那邊運動 會去那邊夜跑 我在想說 我們嘉義館 有想到說 沾對故宮南苑暗時的部分 可以創造一個 它的夜間的一個商機 我看首爾跟東京 它都有高塔去做一個地標 我在想說 我們嘉義館 故宮外面的部分 都是台湯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打造一個 也是一個高塔地標 或者一個星空廊道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照耀我們的外山頂著阿里山 然後揮映我們的故宮南苑 你感覺這樣好嗎 這個年輕人 果然就比較有創意 你的想法很好 不過我們要不要蓋 什麼叫星光囊道等等 這個東西都要在整體的評估 不過基本上 我們現在的中心主軸 就是以故宮為馬達 然後高鐵故宮到我們的縣政府 這個就變成嘉義縣的一個淡房區 蒜頭糖廠 包括168縣 我們現在很多主要的道路 但是最重要還是168縣 因為它經過故宮高鐵縣府前面 這是從水上一直 從東區一直到海區的一條完整的一個道路 所以168縣我們沒有很正確的 我們現在是幾月做一路花大道 一路花大道 會變成嘉義縣的一個主要的有特色的一個道路 那是旁邊已經開發了 我們土地剩下有限 所以我們要用藝術文化來把它裝點 所以我們的一路花大道我覺得會有 然後在一路花大道旁邊 我們要讓故宮的外衣效應出來 所以我們有文創園區的規劃 現在也在規劃中 蒜頭糖糖的整體規劃 再來小朋友 小朋友我們有黑面皮露 我們有珠蘿樹 還有我們的台灣南雀 是我們嘉義稀有的鳥種 我們也經過設計以後把它變成小孩子的玩具 所以旁邊我們也有一個窟在中間 比較旁邊那些 然後在168旁邊的農地 它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是做興辦事業企劃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這個農業體驗園區 將來有一個很高的一個公共藝術 它很醒目 甚至於每一位坐高鐵的人過去沒有下車 但是它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們的一個 夜間有照明的 白天的是一個公共藝術 來吸引這些遊客 不會很沒料的 我是自己故宮 要一個譬如看完 我就不知道去哪裡 現在所有的很多的城市 像東柏嶺跟西柏嶺就好 它推倒圍牆之後 西柏嶺顯然很進步 東柏嶺很落後 但是我最近再去看 前年去看東柏嶺 它完全是超越西柏嶺 然後它就是把博物館島的概念 在那裡做五年三五間的博物館島 博物館群 然後它一些老的建築物 跟新的工業風的建築物 都混在一起 所以它變成一個年輕人 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歡去的 所以我的概念也是說 由故宮做中心一直到旁邊的這裡 我們盡量先把它 這個蛋黃區先把它做好 變成一個類似像柏嶺特區 一個藝術文化一個特區 所以我也再請一些企業家 是不是可以回鄉 來蓋一些微型博物館 不同種類的微型博物館 請一本一箱根 你要去泡湯之前 你就可以一路上看到它 雕刻遮身、美術館、玻璃博物館 一路上它有很多的 所以我們嘉義縣將來走的文化觀光跟農業 就是在這個裡面 順便把農業把它推銷出去 做拌手禮 所以我想我的觀念 就是希望用20世紀 我們沒有工業商業的發展 中央不照顧我們 21世紀我們要翻轉的力量 要靠軟實力跟巧實力 所以我們就從這一個中心開始 現場我們現在完全執政了 不能再說中央不照顧我們 我沒有說中央不照顧 你像這部的時候 你有說到 我覺得很多都有得力 包括財政說是劃分法 公債法的部分 那些都去修改 還有我們的行政區 是不是可以重劃分 甚至是 應該是說政府的二極化 我覺得這都有得力 去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 他要參選總統的時候 他有去官邸幫你拜訪 我印象中後期 他說什麼人都不能欠 什麼人都可以欠 就是不可以欠張花冠 我們現在咧 我們自己在得票率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在頭前的 第二 2008第一 這個 你講話的部分 請陸下來寄給小英好不好 好啊 我們兩個的對話 諮詢畫面 是的 好啊也可以啊 剛才你講 我都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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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嘉義是很可能 很善才的這個官邸 但是你做這個 第一位 留守長 我們的女縣長 你還是面對他 接受他 然後去解決他 不是 我覺得 我有這個福氣 能夠當上嘉義縣第一位女縣長 我覺得我現在的責任就是要照顧整個嘉義整體全方位的一個發展 以我們目前的組織架構跟整個這個資源的分配事實上是很多有想法也沒有辦法落實 所以小英我們極力在支持她 並不是因為她是你的而已 是因為她有一個要做公平正義的一個心 所以我們支持她 我們也會給她壓力 我覺得那個首都檢壓 總委會可以來嘉義觀 這個建議應該是不錯 我們現在副主委也是風張 我們不用讓她這樣做車勞頓 我們每天 每個禮拜都要為嘉義的關係到台北去平衡 絕對不會為了風張一個人 把首都牽到這裡來 這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首都檢壓也是一個實際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也看到 台中跟台南在爭取行政院跟立法院 看起來 我們像喔 這要多多錢 他們也自己都不記得他們家也是壓力很大 交通都要拖著櫃 我們會拖著櫃 對 他們的年輕人買不去 拖著櫃走音 交通阻塞 他們還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喔 農委會在台北很奇怪 其實喔 真正喔 真正最適當 如果要減壓就是嘉義 雲林這一個區域裡面 我們這農地夠多啊 從中央也沒有再照顧過我們 所以這個如果說要 要減壓要簽部會或是行政院立法院 我都覺得現在高鐵我們有站 這是最快的喔 所以嘉義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地方 我私底下有跟他建議過啦 還是喔 看起來台中跟 跟台南這些大諸侯的力量也還蠻大的 賣個分別六都啊 真的 他們的力量也很大 你給他看體型就知道喔 我是很少的 我會先扭一扭 沒讓你相信 好 謝謝縣長 我今天的質詢就到此結束 謝謝 我們再來喔 美鳳議員 紫帆議員 方蘭議員 跟韋傑議員 我們司委要做聯合資訊嘛 那時間如果沒有 不關事的聯合資訊 好來 聯合資訊喔 那那個 那那個 說不完的喔 最後一天我跟議長的時間都可以給你們 大家好啦 今天最高興的就是最高興的喔 我們有一個 貴賓八十多歲來在旁廳啦 就是阿嬤啦 林先廷阿嬤啦 這算最高興的一件事啦 我來我請到環保局長 局長 這兩洋三米你應該了解嗎 喔 那個是不是底渣跟水是吧 是 議員 你知道啦 對 我知道 在我提案的 在我臨時會提案的中間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我來執行就是說 嗯 執行的情形就是說 第一 目前土地部份爐渣 你已經清理完成 五千幾個 第二 除水進行抽移 並進行檢測 這第二點 是 第三點 除水爐渣 跟那個地層的污泥 污泥 結果這三 你回答我這三項 結果第二項進行好了 都進行好了 那如果議員要這資料 我們可以提供給議員 進行好了 我早上去看水 阿伯立 原位 民眾 民眾 跟你認證的是 你說水 要抽到 到目前水 也沒有抽 喔 是這樣啦 阿你來 水 水沒有抽 沒有檔 你水底的泥渣 那個爐渣 都還沒精力呢 欸 議員是這樣 那個 水是這樣啦 因為水 它不斷在漏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說 它的水 有負合標準嗎 這才是重要 所以我們去抽這個水 來檢測 看有污量嗎 我們有檢測過兩次 吼 吼 吼 你說你檢測的水 沒問題啦 沒問題 沒問題是 怎麼你不去處理掉 你這裡的水 不去處理掉 湯 裡面的爐渣 到污泥 會啦 會去 因為 多久啊 你給我回答 這三個九州 你發的公文 到現在多久啊 欸 是這樣啦 議員這是一個 進行中的程序 這裡你自己的故鄉 對對對 我自己的穿 我自己的穿 這麼來沒他 記者夠了 這些水 如果越來越出來就對了 越出來 留下 別人的魚溫 萬一魚 發生問題 這個職業什麼需要 當然 是這樣 議員 我們有檢測 這個 抵泥跟水 目前是沒有問題 他 現在就是說 有在漏 等候這個 漏比較露 的時候 我們就叫他 這水 抽掉 他比較乾的地方 那個 土 他還要過 那是怎麼 全沒有漏 你們不抽 現在這座 他說這麼有漏 沒辦法抽 有啦 因為 他那個 我們也知道 那個地方 都在那個 白水的旁邊 長期以來 他做 兩個 這個 這個 他只抽過另外一個 這樣 對啊 但是問題有做 但是現在沒有抽 現在 現在 你的鐵做 已經多久了 你知道嗎 那個水 是這樣 這個水 在抽的時候 我們那個破壞的水 我們發現它 還是會不斷的 湧入 我知道去研調 你們吶燈也沒有 那些努力也要處理不好 沒關係啦 這就是都要去檢測嘛 你沒關係 我們就有要緊啊 你知道 地方的農民的 情形 我們的壓力是怎樣 你沒關係 我們當然有要緊啊 你不可以說到這麼輕鬆啊 我 說的沒關係 不是這個意思啦 我們是說 我們一定要合作 在處理 而好 這個是 我們共同的 目標嘛 而且 人家八成 他在說 叫人水 可以隨時抽放 誰要去抽 誰要去抽 你為什麼要叫誰抽 沒有啦 那個意思是說 那個水 我們要求 就是說 那個 原地主 他已經檢測通過嘛 原地主的廟 你是 阿你 阿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 全款去監督廟 他才要插你 喔 這樣 這我們來要求 我們來要求 他說 每次 你都說 有什麼進林進行到目前 剛才沒有一間進行的啦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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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 灰災的部分 都 如果有共請到 我們就可以處理 這間這樣啦 你 趕快去處理一下 你把污泥的檢驗報告 跟水族檢測的報告 你處理出來發 好 好 我們會補給你 沒有問題 這間你趕快 你做的 這自己 你自己的故鄉幫 這樣你用笑 我們說 我要負責處理 一個環保局長 放八成 這要吃毒 沒有啦 這個 不可能是這樣啦 我們負責很重要 感謝議員你關心 這我們共同努力來打招 那位機長 麻煩一下 比較積極一下 拿出監督權出來 好 好 謝謝 謝謝 消防局長 機長 是 二三月份 報紙有刊 說 東室消防 消防辦公廳 是一個月落 啦 他在裡面 在台書 東室消防隊員 冒著生命 在 庭舍辦公 這個跌倒之後 有發生的 是 但是你沒辦法 他們上班 上到有壓力 也不放心 我早上去看的時候 我不敢坐太久 我今天 剛剛的電視 因為我沒有帶媳婦 我今天 電視 我走出來 那氣質 我看 真的都 崩潰了 所以我要請教局長說 是不是這個已經 圍樓這麼嚴重 我要請教 他說 他的庭舍 我們常常要遷移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他要建設 是常常要建設 這個部份 我和 建議員報告 因為 由於0206提檔 之後 我們比較適合 發生 發生 那些問題 但是現在就是說 我也要求 我們所有分隊 現在不是 包括 當中還有一個 泰保 我沒有請 我們的 東石跟泰保 對對對 這個部份 我們現在已經 公告上網 要進行重建的過程 現在目前 都在講過了 但是大部份 因為我有請 我們分隊 在地方去找 我有適當的所在 他一直都找不到 所以 他們大部份 那不是說 那個先天公的 鄉家大樓 要找他們大嗎 因為 消防隊要簽 裡面設備 很多 材料很多 所以目前 他們地方 我們所有分隊 包括 東石跟泰保 他們自己 內部份 包括這個飛機 我局長當然 他們安全性 第一位重要 但是 也要下他們的意思 他們現在的 就是 因為我們的車 現在都用鐵皮 帶起來 車庫 所以車都要出動 是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是說 白天 在避難逃生 我也要請他們 做這個圓圓 另外 就是晚上要睡的地方 他們要去找 比較適當 上面不是 slope 所以是鐵皮 所以相對上 他們目前 這兩個分隊 跟我們打負 是說先就地 但等到以後 發包 要聽的時候 就一定要拔走 所以這個部門 我們漸漸來做 來進行 但是我聽說 如果要重建 是說經費不足 經費是 這樣 因為 我們把中央 拿出這個重建 中央 讓我們 用栽存金來處理 栽存金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 他在過去 蓋多大 他就幫你 揮好多大 那個民宿 因為你知道 我們 財管政府的財政 其實真的困難 我每一檔 只有一千五萬 一千五萬的醫生 所以近年 每年還是每年 近年 每年到後年三年 其實現在都在蓋 黨太保 黨太保 所以 也是都在進行 就是說 醫生要這樣去挪 兩個同時 問題同時進行 為什麼要先蓋太保 沒有啦 那個進行 要不然進行就開始蓋了 蓋在黨太保 還有一個問題要蓋 現在已經在處理 已經都在設計 但是 當初上要蓋土地有問題嗎 目前沒有問題 已經管長也 都原地重建 要跟公所 徵收的部門 我都沒有說 是 管長也有 同意這個醫生 好啦 局長 你這方面 比較認真努力 有啦 有啦 不要讓他兄弟 這樣大家說上班 到坐到會怕 這樣說 很不安全感 一直去那邊關心 不會啦 我們長期就在說 坐到會怕 上班有壓力啊 沒有啦 應該是你自己的啦 你自己的啦 我跟他們說不會啦 應該是你自己的 都會注意啦 對啦 在這個部分 結局一下啦 可以啦 好 謝謝 建設局長 機長 如果我要請教你的進行 我先給你輕盈一下 是 你的辦事效率真的不錯 讚 我給你按照的讚 謝謝議員 是 局長 是 我給你提供的就是說 我們當初 市場有沒有 是 外面那個 漲亂啦 雜草重生啦 啊 等很多糟糕啊 什麼什麼 我們上網去給你反應了 結果你隨意回答完 結果 還沒多久你就去整理了 是 整理是有整理 是 不過咱們在去現場看 也是在類似這個情況 但是沒有想進行那些嚴重啦 是 我想 我來請教局長 想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要怎麼解決這個 現況就對了 啊 一後 要怎麼去延續這個方面 是要怎麼去維持這個環境 是 我們大會主席 陳務議長 好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那感謝我們江議員 對這個 東石彩霞道道跟公有停車場 的一個環境清潔維護的關心 那這個東石彩霞道道跟公有停車場 還有包含這個人行道 跟中央風格島的路容 那是我們的管理權責 那平常我們都有 視清潔的需求 會要求廠商去維護 如果有特別髒亂 或者是那個樹木升等 比較慶速的情形 我們會隨時派工 去請廠商來維護 那我們觀察 長期觀察發現 其實我們是清完之後 馬上就會去到 那是最主要是 這個 有一些 載鵝啊 熟基 它都會亂彈 等於分割島 像那為是鼻子 空罐 煙滴 檳榨渣 那另外遊客跟它附近的攤放 它也會來亂丟 那 有部分的民眾也會將家裡垃圾 直接丟到我們道路的中央風格島 那所以道成 我們的青春去清廟 馬上廟 又還有這個本社的發聲 機長 那個東石港那裡也算是一個門面 你知道嗎 是 館長在推廣觀光 那也有一個門面 是 我們要怎麼結局來 擇擇這個髒亂的問題 是 我們感謝議員的關心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路農廠商 來加強這個損失和清理 另外為了要有這個境隔作用 我們第一期的這個告示牌面 來呼籲這個民眾 這個發揮功德心 不要亂丟垃圾 如果有違規的情形 我們會這個照相舉發 並依法裁法 但是這個處罰不是我們的主要的目的 要宣導附近的民眾和遊客 不要亂丟垃圾 來做源頭管理 才是一個資本之道 我們是建議 我們是有一個教會說 我們會後 我們會邀請這個 相關的單位 包含党舊公所 這個警察局 防保局 派出所跟當地的 存立辦公室 來針對這個問題 來探討 來研究 看要怎麼 為何有效 來這個 風環 來改善這個 清潔的問題 市長 日關於這點 我們如果打掃很清潔 地方乾淨 觀光客 它會吸引來 對嗎 這點 它用心會處理一下 是 我來努力 對 來這裡管理 一點就是 港口大橋的 伸縮方 那天去看 因為你的伸縮方 裡面 騎腳踏車都是公路車 你的伸縮方 會很大 真正騎在那裡發生 另外我們 我們處 有去 用一個告示牌 是 不過那個告示牌 也沒有產生什麼 效用 多兩天後 也只有一個 一樣 在那裡釋到 結果是 禮費後 顧問公司的答案 就是說評估以後 它有改善的方法 是 我要問局長說 這個改善的方法 是夠不夠的結果的 是 我們感謝議員 對這個 當初 港口大橋 這個伸縮方 那個跨度 就是 妨害這個 主營車用路人的 安全的關心 這個案 經過議員的 歡迎 我們隨意派 我們的合格長 跟國務公司 邀請議員去現場 來回規 回規的結論 就像議員 剛才說完 就說 先設定這個 警示牌 提醒這個用路人 行進這個港口大橋 先要給注意 這個警示牌 就像議員有說 我們在五月 二十七號 就已經設四面 在這個 深圳後頭前 來提醒這個用路人的 小心 至於這個 第二點的結論 就是請 國務公司 這個賓戈改善的方針 我們有經過這個 國務公司的賓戈 他每天都可以 拆衝兩種方針 第一 就是在那個 伸縮縫 那個跨度 那邊還 焊上這個鐵片 讓那個 伸縮縫變小 我們有 告解那個 警衛車十五萬 這個完成的時間 差不多一五百月 我們就可以來完成 那如果要更長 就是要把那兩座伸縮縫 都換掉 但是這個警衛要更多 要一百八十萬 我們可能需要改善時間 要四個月 所以目前我們 先要猜出 這個第一種方釋 但是那個 國務公司有說的 就是一天有說 他先用鐵片 有沒有 先黏 是 那天 先黏那個方 有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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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黏有什麼效果 它的縫 變小 因為一般 說過 因為 其實我們的伸縮縫 設計的時候 做好 它單邊的跨度上升 就已經兩公分 嗯 我們說到 那個 輪胎的寬度 它差不多 在1.6到2.4 平均切也差不多 兩公分左右 所以它本來就是 我們的 我們這個 算是說 因為那天我們去那個 港口球 它那個 扭起來 也有2.5公分 到2.5公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把盡量扭到2-2公分以來 扭到2公分以來 扭到2公分以來 盡量讓它 盡量讓它這個 這個 那個 鞭不去卡刀摔倒 對 我們的第一期 就說 會否我們 一公分以來 完成這件事 對 因為這對一些 騎車的車友 有很安全的問題 所以 這點 我們很重要 這一點 我的建議就是 我知道我要來 去那個 82縣 東西巷 的橋下 文化路 一條 往 澎坡主 那裡也有 有2個座 我也希望 在那裡騎一個 告訴 好 讓人注意一下 是 是 好 這個 我們的 揮後 我們也要去看 那裡 那裡也有 伸縮放2-3座 是 我們那裡只騎一個 告示牌 因為前騎車的很多 這些年輕人 都在環島 什麼 都騎的都是公路車 對 對 萬一摔倒 我們也不敢 局長 是 關心一下 好 謝謝 好 我們來教育 我們來建議來辦理 好 為這 黃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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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今天的主席 陳副議長 還有黃秘書長 我們張縣長 副縣長 還有各局處的局處長 還有我們各位議會同仁 還有我們媒體記者們 大家好 我先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財稅局長 我們昨年齁 昨年齁 重陽節 新聞報紙都有報導 呃 有很多鄉鎮農務 發放 呃 敬老 敬老的那個 呃 呃 禮金啦 呃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呃 呃 我只要審計部有發公文 明文規定 呃 我們那個 屬於法令規定項目以外的社會福利支出 齁 不可以重複領取嘛 齁 然後可是 呃 很多鄉鎮 都有 有法 然後我們民雄的 呃 我們合家行和鄉長 他就 政敵和高義 齁 他接著問齁 說不可以法 所以 他就不法啦 啊 是不法補助一堆拆 哇 民雄的一些 呃 呃 老鄉親齁齁 大家 沒到 沒到要死耶 說啊 酸和鄉長 結果 含200塊就不行而已 啊 那 局長 這要怎麼處理啊 呃 大衛主席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大家好 呃 跟那個 議員報告啦 吼 因為這個 通常理金喔 屬於 非法定的支出啦 齁 所以這個部分 都應該審慎明估 看他的財政狀況 量力而為 所謂財政狀況喔 如果 公訴 也是收出差短 也是不平衡的 齁 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說 不要花啦齁 另外就是說 他負責 齁 啊 你就本身就負責了 香港的佛法庭 是比較�� 不不利啦 所以 另外 管會府已經 做 salmon 雖然 公訴 更不 häuf 应该发生冲击现象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建议 公所尽量把这个经纪 用去较有需要的所在 所以管理的基本上是不鼓励 对我资产的立场 我也是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的开源接流的部分 非法令项目的部分 你给它翻 我们会变成一个扣分的项目 会影响它的补助款 所以基本上资产的立场 是不鼓励发放这个冲击里面 向前的公所的部分 问题是各乡镇步调不一 各乡镇长无所适从 这样要怎么办 我给我们副局 基本上按照地方制度法 福利的四项是 它的地方制度项目之一 另外如果 如果他要看看相关的 这个礼金的办法 他有声赏代表会 加上报来管政府 所以这是他的计划之一 公所的计划之一 我目前管理的立场是 每两年叫他监督一次 两年来去这边的情形 看他的财政的情形 看世界的状况 他才会监督 目前没有作一细的通缘 这个计划的计刑 我们可以回后 找社会教主管的房子和法杰大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所以如果两年来 他要檢討的事情,我們有財子比較具體的做法 我再來檢討看看 依據本社的了解 有牽涉到非自償性的債務支出 所以這個 法令規定之外的社會福利支出 會有很多爭議 所以讓鄉頂都有無所適從 讓他讓人說,為什麼拜鄉頂的債法 為什麼你不敢法 被罵慘了啦 我們鄉頂都被罵慘了 所以希望我們獻福各單位 能夠開會 研擬一下,要怎麼解決這個事件 基本上這個面向我們應該沒有財子 問題是 我們鄉頂審計部 還有監察院都有發文 監察院發文怎麼會發文 他發了要被糾正 兩天半以後他不用算了 他就不用算了 這很嚴重的問題啊 不能發文,還會有罵 還會違法 所以他無所適從啊 就是這樣,我們憲福各單位應該是 要想辦法一下 幫我們地方解決問題 好啊,我們再來檢討 好,從陽姐之前 拜託一下 再來我要問我們建設處長 好 處長 我第一次選議員 然後競選的時候 有人跟他講解說 這個選一選的 就去顧工場 都沒看到人 所以我都很認真在 跑基層 跟我們鄉,何鄉長啊 還有我們各區的鄉民代表 然後我們在跑基層 我發現民雄新港的路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啦 然後如果碰到問題 我們跟何鄉長各位代表 我們都也在努力 能夠改善所有的道路問題 但是有一點我發覺 人孔鈣的問題非常嚴重 路好,但是因為需要施工 那些人孔鈣的問題 都凹凸不平啊 但是太凸就是下陷 然後因為人孔鈣的問題 造成道路有很多不平的問題 我們好像也有處理到國培的事件嘛 是不是處長針對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大會主席,陳務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美女記者朋友大家好 那感謝我們黃豐陽議員 對我們這個嘉義線道路的人手孔鈣的平整度的關心 那我們嘉義關的這個人手孔鈣 包含寬頻、污水、雨水、台電 相關的管線單位等等 大概全線有8萬440個 目前已經有下地的大概是180064個 下地比例大概是22.46% 那我們一般對這個人孔鈣的一個下地計畫 在之前大概是在102年之前 是公共工程委員會那裡是相當的一個 有陸品專案都專門在推 那後來它也是變成一個後面的追查的一個項目 但是我們的做法是 通常我們不管是心批或是拓寬的重大工程 還是說我們每年在固定的這個線道跟香道的養護計畫的施作前 我們都會開這個管線協調會議 那如果有施工的範圍內 我們會要求我們的管線單位來配合下地作業 那另外我們也會針對管線單位做這個教育訓練 跟這個政策的宣導 那平常我們在這個所謂的道路巡查方面 我們也會針對這個微下地的孔鈣 會加強的定期巡警跟維護 那會用這個三米之規去量它的真目 是不可以超過6mm 那大概我們全線是這樣的做法 那議員建議的這個能孔鈣的一個路段 是不是有沒有特別針對的路段 如果有的話我們會特別去做一個處理 那平常全線性我們是這樣的做法 大明南北路 是 然後 加80號線 是 然後 你們要叫人去算一下 是 全部都全面清查一下 因為人孔鈣的問題 是 好 麻煩你了 我跟妳這個大明南北路 那目前是屬於還是會編號道路 它又是所謂民間工作 這我有提案 針對這些路 大明南北路 還有我們那個二高的那個 東西兩側的引道 鄭大路 還有我們中山路 中正路 中正路 中正東路 我們這些路都沒有納入編碼 是 這我有提案 是 是 對啊 又是處長要注意一下 好 麻煩處長積極用心的處理我本席所提出來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水利 水利處長 處長 上一次會期 我有提出我們建國路 一段二段三段的鹽水問題 因為雨季還要來 然後這些進度的問題 是不是要麻煩我們處長注意一下 是 開會主席 董議長還有議員 大家好 那個 在去年有排過一次會刊 那時候有原則上就是說 短期之內就是請公務局就 從那個大概是蕭勝宴診所那邊 一直到166那個那一段 那是三段 三段那個附近 就是沒有撤勾的部分請公務局先來做撤勾 這個短期的部分公務局目前已經發包了 但是還沒施工 但是我們發現它的側溝斷面太小 大概只有60公分 我們後續會再跟公務局來協調 因為當初有講是說 這個地方要完整的去把它解決淹水問題 事實上要請那個銀建署下面來到工程處 把我們民雄頭條地區的都市雨雪調系統 從現在拿出來規劃 那目前銀建署他們的進度大概已經在起初了 那起初我們試一下跟他談已經有初步成果 我現在在努力就是說 是不是起初的部分可以跟銀建者透過一些管道 先把其實我們這次台一線這一段 先來做工程的發包 就把它提早趕進度來做就對了 那另外議員特別關心就是說 因為這個局部地區我們 它是經過那個壓母地排水 在北邊經過台一線這樣子 那實際上東邊是比較高的 那怕那個萬一壓母地一淹出來的話 還是會淹到這個地方出來 所以議員特別關心說 這一段是不是要辦清書這樣子 我們已經把它拿到今年度的清書計畫 工水已經完成發包了 大概最近會去進去做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下樓段還有一個水門要做 那個水門如果沒有做 可能如果說壓母地水上漲上來的話 會倒灌進來 那個水門我現在目前有去評估過 因為那條排水溝 它的底部剛好跟壓母地是一樣高 所以它底部是一樣 它底部一樣的話 如果說我用比較省的經費 直接做一個自動閘門去把它蓋起來的話 給它垃圾來 它的底也吐掉了 變說一樣蓋不起來 所以那個地方可能要花比較多的經費 那比較多的經費 因為去年在坦的時候那個硬基工程是核定了 所以我們會在106的時候 再把它完整的來設計 甚至以後也可以跟那個營建署的工藥報告 它出來是不是要做搜尋戰 或怎麼樣子 我們再來搭配來一起處理這樣子 是目前的進度耶 好 那要麻煩處長 跟各單位保持聯繫 然後積極用心的趕緊 把這件事可以處理好 因為這件水已經將近10年了 是 好謝謝 以上 謝謝 我們縣長 各級處長 我們後面的記者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只想想說我們要請這個建設處長 處長我們也知道 處長我們也知道現在我們部隊 我們跟海浦新生地的連接的道路 已經到我們長縣長的幾次了 我們的建設多很多 但是建設多的交通就一定亂嘛 亂也有去規劃一個 第二座橋 要把港務局申請這個規劃會 不知道處長這個規劃會 感到已經過了 跟議員 我們特捷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在我們部隊 我們跟海浦新生地的連接的道路 一用都是跟布新橋嘛 我們高跟駛教堂來之後 非常的烘烈 那個都造成這個周邊的塞車問題 這個問題的管理非常重視 所以今年三月在不邀請港務局 原來我們管政府來協調這個問題 目前我們有改革 我們在北邊那裡 在那邊那裡 我們有做一個 我們有要整個一個 第三聯絡到那裡 做一條新的橋橋 那邊的費用大概是10.2億 那天的協調是 因為我們那個案子 已經進行 在94年到5年 我還有規劃過 那 目前呢 因為 年代已經過了6年 所以 將近10年 所以必須要再重新評估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 中心的評估 叫的書 大家要350萬 我們補給之後 他們叫我們補正 補正 補正之後 我們又補給 應該是 我們還要來做這個進度 如果下了之後 我們要很快來辦理整個月 希望你這個 很快來整個月完成 來請出各位 處長 近日再拜託 要怎麼可以是盡量加速 是 因為在那邊交通亂 我們第一線就是去賣 賣 賣當然我們實際上就這樣 當然也知道一些 我們館長在第三儀館 要用一個低碳 或是藍色公路 這要暫時解決 他的目前的交通狀態 但是我覺得這種狀態 也是要盡快解除 是 因為 塞車是不要緊 最怕就是說 裡面有急事的時候 塞車 那就比較嚴重 我希望我們 加速這個建設的速度 在這裡為了一個拜託大家 謝謝 是 農業處長 沒關係 你坐在這裡 讓你腳沒辦法坐 處長 我們這個四地法 當這個時候是要法定 大會主席 陳副議長 還有謝謝蔡議員 一再對我們沿海 有關於農業的關心 四地法當時在劃定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內政部營建署 當時在劃定的時候 他有一個彈書 之前我們去開會 就是有強調一條 就從來之使用的部分 其實我們會把 既有的那個部分 來劃定出來 所以是 依中央的公告 沿著 施地範圍 來做劃定 出人 你敢知道 我還沒做議員之前 我不知道 我會嚇我 睡著 我們 我們那裡的地 齁 七百幾個 做施地 我們紀念是不知道的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要反抗的時候 他說 立法已經頒佈了 已經頒佈了 導致成現在我們都 現在就拼了老命在 怎麼要去把它解編 因為佈地 可以用的土地 實在不太 是 當初 時供佈了 我都不知道 為什麼現在 要再重新檢討一下 看到 比較適合 我們這樣的立場 也不是說 我們能過得過去就好 因為我們這個 生態保育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裡 也是要有 他們的生存空間 但是 這樣 死地有的這麼大 變成我們 人整個 生活範圍都被 牽制住了 反倒是變成鳥 的天堂 處長 你覺得這樣 有合理 當然 不合理 議員回報 這跟山區的問題 一模一樣 山區 我們被 像 被 剛剛早上 實議員在講的 我們被 林業的一些法令綁住了 海邊 我們碰到困境 一樣 施地法 劃定之後 影響了我們 既有的一些產業發展 其實當時 在劃定的範圍的時候 我們 那時候 都是 綠保科長去開火 他回去也一直強調說 有啦 這 我們從來之使用的部分 我們都會 另外排除 所以在聚落這個部分 都有排除 所以他會以 像國有地 還有一些 海埔 海埔地家 為主 不過 就是發生的事情 就是像議員 現在目前在公開的 變成我們很多 經濟開發的部分 全都喊這條 反而是造成我們地方 真的一再的 貧窮 或是落後 這個原來 我們有一些 經濟開發發動 甚至我們 目前的 庸修的行為 這部分 都會受到很多 這 反而我們 要向地方 現在去檢討 反而來 反應 對啊 處長這要 比較認真 是 因為這個地方很大 是 因為沒有法定 我們都說 我們有把地方先倒 但是 實際上地方 幾乎十個要高的 都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默默 就要默默 就要把他們折下去 要這樣 要反抗 所以他告訴你 我已經頒布了 你沒辦法 議員現在關心的 就跟我們未來的 國土計畫 要施行一樣 我希望處長 能重新 我們縣政委 再評估 是 到底怎樣處理 才可行 我們不是說 全部要把它 歸還 那你就用你們合理的範圍 下去把它編定 我們要重新檢討看看 感謝議員這部分的反應 我們如果 現在我們有 縣政委用 如果 縣政委可以拜這部分的行政 我們會照 議員這部分的公法 來反應我們民眾的心聲 謝謝 謝謝 處長還有一件 就是說 我們這裡有的時候有反海 是 反海 當然有魚 包括有反賣 我們那邊 補地的動作 是有魚 比較多 是 但是近地方是都反賣 反賣 反賣補助 想要靠近 他還沒有資料 補助出來 跟議員報告 這個 漁業的部分 我陸續講 漁業部分 我們是分批 陸續 依當時 因為這個整個面積非常大 所以我們分批再往上來承送 所以目前我記得漁業部分已經撥附到第二批 現在再等第三批 那座物的部分 剛剛議員在關心的可能是有部分是有 有關於行水區的那個部分 那個今天蔡立委也在立法院幫民眾正在協調這個部分 因為那個行水區他也有又分牽涉到 遜期跟非遜期的使用行為 那一般來講都要先登記的 那這個部分 正也是正由 蔡宇立委正在中央 在替我們地方再協調這個部分 在這邊跟議員回報 因為我們知道 議長公所是五月二十 休息比較少 是 一個問題 我們憲政院跟某島在規範公所說 你們要盡速報 像一個 發生的事情到五月二十比較少 你包括魚 魚 魚也是拖種換的 我們報庭台先報 主批分 主批送去主批 主批補走 所以有些人已經領到了 所以當時他們議得 當作樂都沒有 變成我都去問說 你們改期魚都過期魚 我們這裡反賣 你沒有 都不會跟我們照顧 不然就是說 你本身報庭的人 你就報庭比較少 快報序議得就比較慢 這追蹤 原因起來是正公所的速度慢 我們管政府沒有辦法去要求說 你能不能儘快加速 因為這種災損的情況下 每個人 受傷的都是 都是我們的農民 怕的 這是移民 這是最低層的人 因為有可能 這年順勢的 他們要明年 還要種 還是要吃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要求 你地方政府 你鄉政公所 都加速他的作業流程 所以我們有辦法 陳如議員所關心的 因為吉拉扎稿 我們越多有什麼好用 這個部分其實從韓海一開始 議員就一再的 督促我們農業處 來我們加速這個部分進行 不過也跟議員回報 因為目前的主要的單位 還是以鄉政公所為主 他如果沒報起來 我們管府是匯總而已 我們也是一再有加 拜託說 提早 加速這部分做業 我們相信 因為受損的面積 越大 還是受災 越嚴重的地區 他要做這些工作 可能就是 業務量有比較大 所以這部分 有些地方 操作人員就是這裡而已 所以這次可能 因為這次面積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有可能是 一族因為是這樣才會 最後送上來 不過一送上來 我們也是第一時間 當天就已經轉上去了 那如果下次 如果不幸又發生了 我們還是一樣要這麼慢 道議員 其實以農作物的天然災害 我們第一時間其實是速報 我們管政府來匯政 這裡都是保向中央 中央選部 之後才會提醒 這個部分的加速 如何加速作業流程 我們也是 應該說 從我來農業處 之後 一直向中央來反應 這部分有辦法來加速嗎 其實像一線 我們戶政都會電腦化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農地 請農民往復 來申請這些政經 我們都看到中間過程的不合理 所以議員這個部分反應 我們也一定會向農委會來 寫新主委來反應這件事情 看有沒有辦法加速農業 農作物跟漁業的天然災害 如何加速這個部分的流程 感謝議員 市長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基調的問題 農牧自治條例 在近年我們何子凡議員 他有提案的時候 我們都有聯署 是 但是已經有經過 在看買一年好 我們的法規 到底是 走到一個程度 跟議員回報 這部分 走到我們法規會 應該是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會出來 簽策 應該 我 下午就可以送了 下午就可以送了 是 是 就是開放室 開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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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人騎過 才有落後 整個炒死 一堆 所以大家第一印象就停留 就是這樣 你放在去基調 我們就是 旁邊的居民 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旁邊要去基調 大家就控育 不管對不對 不管你學會不學會 他就是先控育先說 所以我也希望說 這個自製條例 我們經過過 哪有一個規範 哪有這個規範 哪有這個規範 人在說的時候 我們就在幾百公尺外 現在新建的 它的設備的 比較好 取代舊的那種 開放室的 那它的汙染 不管是空氣汙染 它的落成 或者是水鹽汙染 這都可以降得蠻低的 我就希望促長都加快這一塊 因為 我們沒有這個法規 我們跟人家說比較多 人家都說 你們都都 整條一條法規人 不可以做環品 什麼都不可以 第一線 我們常常在尋到這個階段 今年是議題補香 今年是秋天 明天是那個 我們議題後面 我變成這個很困擾 所以我希望說 處長 我們這個 快加速過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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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一個意義 比較不會說那麼困擾 感謝議員這個部分的關心 也一直給我們農業處督促 一個部分是法令的修訂 不過我也跟議員回報一下 因為畢竟是農業縣 有一些農業的行為 我們原來是說 我們現在說的 其實不是 刺激還是刺激的問題 都是所謂的廢棄物 碰到的 無論是空氣的汙染 甚至是環境的髒亂 說複神多 所以這個應該是 不是只有農業生產的部分 這個跟我們企業一樣 當年企業也是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要把 所謂的衛生條件 這個部分 也應該要把它定進去 這兩天跟路後 說真的 我去選一些 基調 我們憑著味 我們就知道 這不怪 變成叫做臨幣設施 只是說 我們可以 不能再像進行這個方式 應該是有 衛生的 像國外人 現在是都進入所謂的封閉性的全發酵 不像我們這部分 我們台灣是應該說農業的投資最少 只要變作 因為也沒有錢好投資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向新的農委會主委 其實那時候有跟他反應就是說 應該用類似當時畜牧設施的 產業提升辦法 來改善我們既有的 要不然你看 既假條 剛才的環境問題 新假條 有比較好的設備 他前途還沒有資料建 這變成農業縣的兩難 我們也是希望說 像議員來支持 我們一些發案的部分 讓做更積極的 治條例的部分來修正 叫議員來講法 感謝議員 處長 最好 最近這個嘉義清農 剛剛林議員有說過 其實我覺得這個團體不錯 因為一些年輕人 組成他們都農民 做一些卒文 他們比較好的 當然是沒有市場 有些小瑕疵 他們在市場 價格會差很多 他們就覺得說 欸 我要去市場 這間 不如我就關這個老人食堂 照顧這裡老市大 我覺得這是 很好的團體 曾經去我們那裡 他們送來 其實也不是說 什麼小瑕疵 其實他們還有比較小顆而已 他們叫NG果 對對對 其實他們賣相 說稍微不好 其實都是OK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團體不錯 說我們如果有 有需要的 一定要前例去幫忙 他這些年輕人 這個部分其實遵照幾位議員 都是非常關心嘉義清農 甚至金農 我是 這個部分是屬於縣長在講的 嘉義農業新時代 其實這一團真的是青年軍 而且我們看到真的是 農業的希望都在這裡 還有像議員剛剛提起的 他們還在做社會公益 這是難能可貴 這代表是說 不但自己照顧好 而且還更行有餘力的 照顧社會比較弱勢的部分 所以 尊教議員的吩咐 這部分 不論再來 我們一些經費 去分裂 我們都是補助 甚至是所謂的 我們也向中央在爭取 這個部分如何融資貸款 來協助農民 來改善生活 改善他的生產設備 都會以議員剛剛的交辦的這個方式為主 而且包含課程 其實課程跟輔助辦法 我們現在也都把它關聯在一起 而且青龍組織也有來現府 正式拜訪過 我們也是當場許諾 會以這個為主要的骨幹來做輔導 感謝議員 謝謝處長 謝謝議員 再來 OK 我們水利處長 在這裡也要感謝我們水利處長 他之前在秘書和秘書處長的時候 對我們整個的水 水域治理 包括一些提防的建設 其實都很顯熟 身為處長 他其實也是都做得很好 尤其像過年度尖的時候 我們現在建最美的郝美梨 他在夜洪台變成好慘 但是尷尬他一些 整個中央救災 緊急救災 還有一些復健的精衛 已經完成很多了 但是 要再稍微部分 一些他提防的部分 還沒完成 也希望說 今年處長 可以再把我們關照一下 我們把它完成 因為下游 其實是最危險的地方 下游也整治好了 我們上面 他的水頭的孫 我們上面上游 的問題就會比較少 在這裡也 你是很好的公務人員 我們說實在 很好的處理事情 客氣 希望明年 今年 明年還有一些 還沒完成的地方 我們拜託 到三天還要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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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請地震 地震 地震處長 處長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 幫你問一下 請也好 我們也知道我們城下 地方很多 土地市民的問題 是 導致說 變成說 欸 這個地方 我想 蓋房子 但是因為它 持分的關係 市民的關係 變成它沒辦法蓋 蓋起來就是違憲 違憲 這幾年到今年 我們法庭很多 都一直來一直來 這部分 我們要說他們違法 的確他們是違法 他們也違規嘛 因為我們的法令 制定就是這樣 但是 我們再回來想 這是一個歷史共業 我們縣政府只不過說 欸 你不合法 中央交辦下來 我們就是要處理嘛 我們變成這樣而已 變成我們 林立代表 在地方接到的民間 是一直在沸騰當中 他說 你看有辦法就地合法 還是要怎麼就地合法 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改革證 我們覺得 你不對就是給你發 你不對就是給你發 我們中央變成 沒有一套 整體的考量 去考慮這個歷史的工業 變成你都用發 一直發 一直發 大家發 一直記錄 一直賣起來 在這裡主張 也說 你能夠建議中庸 拜託一下 我們整理一套 可行的方案 我們把它建議 不然你老師一直 上面不處理 下面一支法 我在告別民燕會騰的時候 我現在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大會主席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 謝謝蔡議員的問題 其實剛剛蔡議員講的 我們目前在開法的部分 是農地的違規的部分 那建地持分的部分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政府還是有管道去做 只是說我們民眾可能不了解 比如說我們可以去申請強制分割 那當然要發一筆費用 那還有就是我們 縣政府也有一個分割的調處會 可以做調處 那當然調處比較沒有強制力 那當然到法院去強制分割 是如果有共有的問題 還是可以解決一部分 但是不是完全可以解決啦 那現在在開法單的部分 是農地違規使用的部分 那這個區塊就是說 其實跟剛剛很多議員在談的 私地法也好 還有蔡議員 蔡議員剛剛在談的 那個私地法也是一樣 因為他是沿海的地方 很多被土地利用被限制住了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工廠也好 或是要蓋一些住宅也好 其實他 因為早期的土地使用bending 就bending為農地 所以他等於說沒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那這個部分 當然目前國土計畫法正在做檢討 那我們一直在向中央建議 能不能在社區的座邊去放寬 一些土地可以去變更為建築使用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來爭取 但是因為沿海還有一個 就是剛剛議員所談到的 私地保育法的問題 還有很多地層下限的問題 那山上也是一樣 很多地質敏感的問題 跟水保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我們 在中央它是整體的法律的一個規定 那這個我們會 當然議員反應的事情 我們會持續來跟中央建立 那也感謝議員的跟我們的反應意見 那這個問題我們也知道 那也接受很多民眾的陳情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 尤其在國土計畫法要定案之前 我們持續來反應 跟議員做這樣的報告 好謝謝處長 最好我們也是要感謝館長 我們在走出的人說 部隊這兩年改變很多 人們都說你們議員會做 其實我跟他們說不是議員會做 館長如果不聽我們 你更加害怕都不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感謝館長 謝謝張縣長 好謝謝 主席 理事長和我們的館長 憲夫團隊和我們的議會同仁 我是最需要時間的 但是我都讓我們的今天的議員 時間先讓他們優先 我現在先一些事情給館長 給他請教一下 剛才我們的鄉庭議員 就說到我們的這個動胞的議題 我也來關心一下 他說有一點 他說很多我是都有很認同 但是他說一點我是沒什麼認同 他說靈安樂時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說得比較離譜一點 為什麼有這麼多流浪 其實這是人的問題 這是人的錯誤 不是流浪動物的錯 沒有必要為了人的錯誤 讓這些流浪動物無辜的犧牲生命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既然是人的錯 我們公部門也好 我們所有的全民也好 就要去承擔這個成本 這個社會成本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有安樂死 除非說他是因為他重病不治 那所以我們就必須去負擔這個社會成本 去安養他 那前陣子發生這個民雄松鎖這個悶狗事件 轟動全台 那也震驚過海內外 那也對我們縣府的團隊 也是形象重傷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縣長 就是說針對這個事件發生至今 當然你後來也表示震怒嘛 也有一些積極作為 那想請教說 我現在關心的是說 你現在 像現在的人力 因為以前來講 這個防治所的動保科 他一直都是大家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因為他的流動率確實很高 而且他的經費 我記得一年好像是四百萬還是六百萬 所以是相對的困乏的一個地方 那很多一個科長 他釋出這樣哭哭中 那幾個受益這樣 那去收容所 還要回到管府 還辦行政業 所以我現在說 管長你現在 既然才有心 對這個問題 你現在人力的部分 你把它怎麼充足 還有包括經費的部分 報告議員 謝謝你關心流浪權的問題 那也都很務實的問題 我們比較多 本來人力不多 因為那是臨時收容所 地方也很小 那我們新的首長進來以後 他很積極有作為 我們人力也有增加 這個部分我請農業處長 跟你詳細報告一下好不好 好處長 感謝議員 對我們動保業務的一代關係 事實上我是知道 但是我是希望透過你的口 跟我們的縣名 跟我們社會交代 我很簡短的報告一下 受醫師的部分 原本 原本只有一名 我們馬上增派為兩名 然後聘務的工作人員 原本一名 我們也馬上再增聘為三名 目前幾個重要硬體設施都已經改善 然後另外 另外有一個特約委託受醫師 原本也是一名 我們現在也是加強人力變成兩名 另外委外的那個 動物特約醫院 原本是一間 我們現在這次也增強為四間 這是很簡短的 跟議員回報一下 那如何結合民間的動保管理的資源 對 這個部分就是說 怎麼樣來結合民間的動保志工 這個部分也請所長做一些規劃 然後我也很簡短的 跟議員報告一下 原本我們房子所動保課的 年業務費用只有六百二四萬 是的 比較一下 你看相對的 雲林一年是一千兩百萬 台南是兩千五百萬 台中是五千萬 桃園八千三百萬 這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相對的 因為我們縣的經費是拮据的 好 那重點來了 這種事情 我們承受不起第二次發生 當然 我們希望說這些流浪動物在這裡 妥善的安置 所以明年的經費 我是希望說 縣府可以至少提高兩成作為目標 來推動這個動保業務呢 報告議員 這個包含硬體的設施 其實可能不只兩成 因為我們由臨時收 業務費的部分 業務費的部分 我們也來 因為這個部分 牽涉到財政的總體配置 那我這個 是不是可以請縣長 看有沒有辦法跟我們確保一下 就是我們業務費多提升兩成 推動動保 這一點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是不會太勉強 不會 還好 那謝謝縣長 那縣長那個 我也澄清一下 我 我不是虎虎 那個我跟你說 縣長 我跟妳報告 妳如果靠在林鄉廷吃飯 妳就不會說我是虎虎 這樣喔 阿為什麼 姨姨你給我毀棒 重傷我 對 其實他吃比我多 我可以跟你報 妳說這樣也沒有人會相信 我是很老實 但是我體格維持得好 她是沒大空而已 她是沒大空 那這樣妳讓我懷疑說 妳到底是在做什麼 代謝拜 身體這麼少年輕 身體這麼壞 所以麻煩管長 不要稱呼錯 這是公聲笑 好 再來我要來 一個關 因為我是山區議員 我對這個山區 我們民眾的關係非常重視 現在有一個 感謝到我們山區 包括我們阿里山鄉 我們特地鄉 不會山鄉 我們的基民很大的 尤其是 尤其是他們的行進 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地方發展 很大的議題 就是我們的湖山水庫 這個湖山水庫的議題 我現在想要來請教我們的水利處長 麻煩幫我幫我講一下 我們的經濟部水理所 他現在要去 已經替好了 他現在 事先 可能地方也沒什麼消息 我們管府可能 也沒什麼東西 所以沒什麼知道這個 這個後續的效應 現在 他現在發出水狀 這就是蓋在那個 高興到那個 高興到那個 高興到高興的地方 他這個水庫 他現在的激水區 七星都是在我們的 家裡館 就是在我們的阿里山鄉 我們的美山鄉 還有我們的 地區鄉 的小部分 現在這個 他的設置這個目的 就是說 希望說 可以提供雲林地區 因為雲林地區 沒有情無大型的水庫 也提供他的名聲 和公共用水 好 我們再來一張 這個保護區 他這個 要設置 有兩個 激水區的概念 一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水庫激水區 一個就是 它的水質水量保護區 但是不管它怎麼有 它都是由它大把 往上的流域去推延 所有山林線以下 這些激水範圍 其實它的差別並不大 只差別1%不到 就差在那個激水道的部分而已 所以它的泛衍尾 事實上是 重複99%以上 好 我們再下一張 好 那它就是 除了雲林的谷坑 南頭的竹山 就剛剛剩下我講的 那三個鄉鎮 然後事實上 包含就是 包含我們的阿里山鄉 有萊吉 豐山 鄉林 中正 中山 十字 總共 這個激水範圍有 10,575公頃 那在梅山鄉的部分呢 有太平 幾乎所有太平以上的所有村 都被劃進去了 它的激水範圍是 7,866.54公頃 那竹崎鄉的部分比較少 只有 人壽光華中和段虛村 總共 829.92公頃 好 那所以 它可以說 它全部的保護區有 26153公頃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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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有 兩萬6153公頃 那大概就是 26平方公里 那其中有70% 接近74% 是在我們嘉義縣的境內 那 我們來看說 它這個劃設的流程 下一張 好 它這個劃設的流程呢 它是預計在 它現在是辦理所謂的預告 就是說 要聽聽地方的意見 然後辦理公聽會等等 那 事實上 我看這整個法定的流程 事實上 其實 它對於所謂的 就是非關這個 劃定區 技術層面的 這個制圖錯誤的部分呢 就是非這些制圖因素的部分的意義 事實上 其實 他們也只是作為他們主管機關 就是 裁量的一個 一個 一個參考而已 事實上 並沒有一個就是 更多的就是 民間參與 或者說 一個 一個 事先 做成一個公告之前的一個 就是溝通的機制 好 那 它會 這個集水區呢 會跟保護區 會對於 地方的發展 產生怎麼樣的限制 我們來看下一張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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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水庫的集水區也好 或者說這個水質水量保護區也好 它基本上就是受兩個法的簽制 第一個就是水土保持法 那因為它是屬於水庫的集水區 所以它又 又需受更嚴格的就是 就是它的它是被判定 它被認定為特定的水土保護保持區 那這個地方是禁止任何的開發行為 那就自來水法而言呢 它就是也是有很多相關的嚴格的限制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這個關於自來水法的部分 這個請大家參閱 其實這些本來就是大概 應該我們也不是鼓勵民眾去違法 這個大部分在三區事實上 也是有相關的法規的限制 只是說它 當時候並沒有觸碰到這個議題 然後我們再看 但是 但是 這裡會比較特別的就是 再下一張 會比較特別就是說 比如說 對我們 農作 產銷設施申請 可能會 比如說我們的加工室 會有所受限 然後我們的衛生設施 也會有所受限 然後 序幕場也不能夠設立 然後 包括就是 本來不需要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 未來都需要環境影響評估 那跟更多民眾權益相關的就是 它本來如果是有承租國有地 或者臨班地 那因為被劃定這個範圍之後 它就 7月一到 7月一到 它就沒辦法繼續辦理續租 好 那我們來看它 這個 它目前 有在地方 我們縣府有先召開 也是希望多跟地方聽取預見 有召開這個預前的說明會 那有談到這個 回饋經費的部分 我們看下一張 依照這個計算的公式 公式 就算出來大概是每一年 有4700多萬的這個回饋金 那這個回饋金 是回饋給 就是所有這些水質水量保護區裡面的居民 然後再下一張 然後我們 再下一張 我們 我仔細算了一算 我們的嘉義縣 我們的阿里山鄉 大概就是依它的這個 這個估算的結果 它是 阿里山鄉是每一年呢 每一年可以回饋大概948萬 它去除以這個 我去算過說這個集水區範圍內的村落的人口 1650人之後 平均每個人每一年是5747塊 然後再把它除以365天 就是16塊 就是兩顆雜葉蛋 那在梅三鄉的部分呢 它是回饋金每年是1440萬左右 去除以集水區內的人口4976人 平均每一個人每年拿到2895塊 那除以365天就是8 也就是說它可以分到一顆711的茶葉蛋 那再來 逐其鄉更可憐 它每一年可以回饋的金額是180萬 就是除以裡面的人口3080人 每個人可以每年可以領到 就是回饋的金額是587塊 也就是除以365天就是1.6元 那也就是說連茶葉蛋都沒有 就是一個蛋殼 好 那我想要來問我們的水利處長 你對於這個畫設這個中水局 好 那你對它這個畫設 你我們縣府有什麼樣的看法跟立場 欸 議員好 那個很感謝議員 三場說明會 議員到了兩場 真的很謝謝議員 原則上它 我們就中水局它所提的資料 它確實沒有錯 它一一隨著保存法 它要畫設集水區換圍 那依自然水法 它要去劃定水質水量保護區 那就因為這個 以水利法現在目前的講法 它是說在這個畫入這些區域 它原本就受了森林法 受水保法 受水污法 受等等等法律的限制 那陳秀委員剛剛講的 我在地方說明會講 是有更嚴格啊 有更嚴格 對 沒有錯 就是說我們也是希望說民眾守法 不是民眾違法 但是它劃進去了以後 會對民眾在土地的使用上 會有更嚴格的限制 我那天在地方說明會擅長 我都想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舉例來讓民眾了解說 到底這個法 畫下去以後 表面上並不是像水資源局 所講的那麼簡單而已 像跟平時也沒差別 平時就有在限制 他的意思是這樣 對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所以我們特別把我們 政府各單位 包括金發 包括地震 包括農業 包括環保局等等 都有帶過去 就是說讓我們的業務單位 協助跟民眾解釋說 畫了以後 表面上 雖然我們要守法 但是它會有 後續很多很多的限制 那最嚴格 最嚴格我在認為 我認為的是說 以後 要辦土地使用變均變均的話 因為它 它現在目前是化為集水區 化為那個水質水量保護區 但是 就以往 就 就趨勢來講 因為它是公家用 跟公共使用 所以它一定會化為一級敏感區 所以變成說 所有的用地變均都不準 處長 可是 你知道它把這個區域化進去 你叫我們嘉義縣情河以堪 你看 雲林縣的人有水河 可是你知道我們的 整個阿里山山縣 就是我們的山區 我們自來水的普及率多少嗎 整個阿里山鄉只有三成 那你就 你可以類推大概就是 你眉山的山區的那個村落 大概也不會超過五成 甚至應該是更少 很多其實都是檢疫自來水 如果把檢疫自來水也算進去的話 那檢疫自來水就 台風一下 那水質就不會喝了 而且檢疫自來水還沒有很普及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還沒有 那這樣子就變成說 我們嘉義縣我們提供水源 給你雲林縣 給你們的雲林 我當然是希望大家都有水喝 但是 給你們水喝 但是我們嘉義山區的人 都沒水喝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那這樣子不用不需要跟雲林縣政府也好 或者說 就是 水 這個水資源局 就是水利署這邊 去提出嚴重的抗議嗎 是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的關心 原理長我們辦這三場說明會的目的 就是先把這個訊息 丟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透過比較生活化的方式讓民眾了解 因為有時候我們業務單位或是說 那個中水軍 他所講的法律的變更或怎麼樣 實際上民眾是聽不懂的 所以我們特別要辦了這場三場說明會 然後把匯整我們地方的意見 我們現在已經在匯整了 因為大概上禮拜五已經開完這三場了 那匯整出來 在匯整這個資料之前 我們之前 在上禮拜再去開地方說明會之前 我們就有先把福利的基本的意見先出去了 處長 那個開會通知的人太少了 參與的人太少 效果有限 是 這個要改善一下 這個我們會改善 因為 其實這個地方 真正的地方說明是中水局會開 對對對 我們後續會 那既然我們辦 我們也是希望更多人知道 這供一期的關係 是 是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牽扯到這個區域不正義的問題 而且 現在 他們那邊設置水庫 大概就是 已經開始在駐水嘛 大概準備七月就開始正常供水 那供水之後 地方又希望說 那你可以發展觀光 那這 真的就是讓我們 這個 受限的這些山區的居民 真的是覺得 情何以堪 他們又要喝水 然後又要 又要發展觀光 那所有的成本 都是我們在負擔 我們來帶來我們的發展的不便 然後造成我們生活的限制 然後 提供這麼少的 這個回饋金 就我剛剛就有跟你試算過了 那 這樣子 用 領這麼少的回饋金 然後 我們去出賣我們在地發展的未來 跟子孫發展的可能性 這個絕對是 非常不合理的情形 好 那好 那處長請坐 我請教一下縣長的意思 好 意見 管長有經常在說 我們台灣 分整個月 說我們家的關係 三等國民 一個國家三個世界 對 三個世界 我們比離島更花東更差 對 我們 天龍國 天龍國不算台灣的 另外一國 對 再來六都 再來非六都縣市 再來花東離島 他們還有花東建設條例 離島建設條例 我們家裡再認可憐 既然比他們更不容易 我們家裡裡還有一群更 更 說得不好聽 說更低賤的 就是說更可憐的人 就是我們三區 可憐不要用低賤的 就是說 我是說說得不好聽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 就是說 他們 最被這些 關押 這些 這些 或是我們的當政者所忽視 我不是要說他們真的很不好 他們都很認真 很想要出人頭地 然後很想要 讓子孫在這個地方 永續的生活 但是常常受到很多 不合理的限制 跟責難 那你看我們三區的縣民 我是說 你這樣子 你說三個世界 我看是還有一個世界 就是第四世界 那是世界 天龍國 算了四個世界 對 我們三區的八世 第一 要先讓民主主寄附一遍 再來 再讓我們的國有財政局 寄附一遍 現在還要讓我們的水資源局 寄附一遍 你身為館長 你看你的八世 讓糟糕 讓館長 你有什麼立場 對我做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開始 做館長 我想我一致的 論述 都一樣的 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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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會直接感受的 所以這次川普 他在共和黨 他可以 幾乎是 可以是共和黨的提名人 不是以大家的黨進黨 只是他講出窮苦 窮苦的人的心聲 大家討厭 這次 我們在菲律賓的秦總統 一樣的問題 那現在 小英的當選 事實上 也有很大部分 是因為 長期以來 大家就認為 政治也不是沒有在生長喔 但是生長的果實 都是少數的 一趴兩趴的人 在那裡想 所以 我們三區是 隔離比其他的人 更差 所以 我的論述從來 從民意代表到現場 一樣 我在當現場 到現在為止 在中央 在公開的場所 我也一樣 不怕得罪人 就是這樣講 所以 我們這個 湖山水庫 像剛才你說的 其實 九十年的核定 九十五年 那它的工程 是包括水庫的工程 這個 銀水工程 還有那個 配合的 一些設施 這些東西 在 一百零零四年六月才完成 它已經完成了 現在 中資局是在 預告 先氣溫 試試看你們這些 五八成 有反應嗎 所以我們管建府 其實我一直在注意 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 我們是在 五月三十一號 阿里山 六月二號 是主起 六月三號 已經自己先開 三場說明會 希望 老八成要知道說 這一個公告 劃設在區域裡面 對我們的影響 一定有的 譬如說 限制已開發 我們有可能民宿 我們也有可能 其他 建設的問題 還是 林班立結編 這個都會影響到 所以我們自己先開了三場 因為 中資局它要來開是 六月十二號之後 所以我也希望說 公所能注意這件事情 民政處再特別強調請公所 要特別給他們民眾知道 這個關係到我們的權利 所以 你說這個就是 我們到等到六月十二號 中資局來 我不會沒有聲音的 我也會強調 第二回饋金 我們也是要反應的 你的回饋金的反應跟使用範圍 這個我們有意見都可以 尤其我們後面 這些保安年齡是多數 但是 大部分 我們的林班地 後面還是說要開民宿 還是說我們有其他的興建 有可能會受到什麼 環境要求你做環評 所以這些種種的聲音 我們希望大家盡量想 我們的鄉親 不是說 我們現在炒不是要為了 偷回饋金 不是 我是說這個也都是正義的問題 對 我們這個 總體這個問題 就是區域不正義 還有我們對三區的 這個發展反正過嚴的問題 所以我願望說 你如果有機會 你去中相會 或是說你未來 你也要在電視節目說 專門說 未來我們的館市 社長都要去你的行政院會 你這個問題 要用你館長 你的角 你的管道 你地方收場 這個角色 把這個事情突選出來 這個事情 對於我們三區 影響實在太大了 你一定要替我們的八線 距離力爭 對 因為我們的阿里山公路 北平 現在還要讓它圍下去 南平又是十分之一 這樣大家要 算定 我們就都 我們都 還有咧 總管路易 以西 當中 水泉也不能挖 我說 走地層下線 那你配套給我吧 對 一定中央要有配套 你要古著計劃法 這個山頂 這個山坡地 走水支水 水源保護區 平地 當中 我們都兩田 農醫的比較多 你以前不給我開發 你現在以前 台北新北市場 也是都兩田 新町 也有兩田 你都讓他們開開 之後你才開始倒回來 還跟我說 我兩田不能開發 海外跟我說 司地法 海岸法 一大堆法 所以 你配套回來 不然不是我們三田 要靠中央 所以我們說的 公平正義 就是小英講的 所以我們就支持他 他現在這裡執政十六天而已 我有機會 我都一定會發言的 管理部 我們那時候支持 我們拚視支持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改正處的 我們也要拚視正處 要用這個 使出吃奶的力量 這樣算不算很盡力 要盡力 好 縣長 那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我那個 講到動把問題 一緊張忘記了 就是 我們的那個 未來長遠之道 也是說 我們要重建我們的 民收 那你現在 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就是我們多少的時間內 我們可以 完成這個 中央的經費爭取 跟規劃設計 以其 你預期在 什麼時間內 可以把這個 民收 全新的民收 完工 這我掌網有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叫做臨時收容所 在民雄的垃圾場那裡 而且地方很小 很小的話 你要給它的環境很好 然後再訓練它 教育它 這個要讓人家任養 就會不喜歡 任養率當然低 但是我們現在 剛剛我們整個人事 跟設備的經費 我剛才答應 增加20%的部分 可是我們真正要做的 面積會七八公頃 在那個地方 但是這個要做 新辦事業計劃 這就是要做這個 要差不多一年 所以 我會在 出來之後 應該還有一年半 可以蓋完 所以 total 大概兩年半 應該會在 我任期滿之前完成 好 希望縣長可以幫他檢查 好 我一定 好 謝謝 好 我本來還有要問 我們最認真的建設處長 但是因為時間就夠 沒有啦 我們時間就夠 最要的一天 好 我祝我把其他議員祝時間 來來 謝謝 來來 謝謝 對 謝謝